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是要慢慢的 把這個新柏拉圖主義 Plotinus 的這個思想觀念 做一個完整的介紹 那麼在做這個完整的介紹之前 我想先這個把一些需要的一個基本的理念 跟大家做一點說明 我做這個說明之前呢 就是有一些重複的話 不過我自己就不斷的在思考這些問題 那麼作為這個前面的這個引言呢 一方面讓大家可以感覺到 我們上這個做這個基督教哲學 做準備工作的意義 另外一個呢 也就是說要讓大家了解到現在實際上的 用處價值這個問題 那麼我先從後面用處跟價值來講啊 我覺得在今天這個時空脈絡下討論 中世紀哲學也好或者新柏拉圖主義也好 的一個最重要的觀念 是一個靈感上的啟發 我講這句話的意思呢就是我不想說過頭話 不想告訴人家說這個有神秘主義傾向的哲學有多麼的重要啊 因為這個是不是我會做的事情 那我要講他的這個 他作為一種靈感上的啟發的意義是什麼呢 是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方面呢 是我們今天的反宗教氣氛 反這個神秘主義氣氛 或是說反哲學的這個態度 基本上是來自於科學的發展 就是科學提供了終極的答案 使得我們不得不接受 既然已經有答案了 不能夠接受其他答案 因為真理只有一個 這是初步的一個想法 那另外一點的話呢 就是說我們會感覺到 這個所有超自然哲學裡面所敘述的對象 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感覺不到的部分 什麼靈魂啊 什麼理智啊 什麼太一啦 上帝什麼都感覺不到 所以呢他沒有加值 那我今天呢就是利用這個三堂課的時間呢 我完完整整的介紹一下這個 新柏拉圖主義的價值 那麼同時呢我要回聚這兩個想法 這兩個想法的回聚是很特別 而且也很關鍵的 首先第一個有關於科學的威力 科學是不是真的使得我們已經得到了真理的 標準答案的問題 4月27號我去聽我們學校科學教育中心 物理系的高永全教授的演講 他的題目是奇怪的量子力學 那麼量子力學呢 他的這個數學方程式 都是要用到非常高深的微積分 但是呢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呢 就是這個光到底是力還是波的問題 那麼這個我在整個聽演講過程呢 我受到了一個很大的鼓舞 什麼樣的鼓舞呢 就是這個高教授啊 在台大教量子力學啊 他講出了一句話 其實我一點都不驚訝 但是我感覺到他強調了三遍 他這句話什麼呢 他這句話說 測不準率 作為量子力學的一個核心基礎 實際上都已經非常好用 已經備用了 但是我們至今沒有人能夠突破這個 測不準率的限制 已經八九十年了 然後他那個時候那個課是開給高中生的 他說在座的高中生如果有志 像物理學的極限挑戰的話 就請挑戰測不準率 把測不準率改成測的準率 換而言之的話呢 就是要能夠徹徹底底的解釋 不是透過統計來解釋 就像愛因斯坦所強調的 上帝不會跟我們玩骰子 他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現在所用的科學理論 是一個我們自己 不能理解的理論 我們不能理解的理論 我們強調他不能夠被測得準 而且能夠用他 用這個統計的機率 然後這裡頭進入了一個科學很大的謎團 我強調這個例子的時候呢 適用生活當中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個同學 都非常了解這一點的真實性 就是說 科學並不能夠真正的給我們終結答案 即使有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看起來也不像是一個我們所期待的答案 我們所期待的答案是一個 實在論事的答案 就是你是什麼就是什麼 你不是什麼就不是什麼 我們不能夠說你是什麼就算是什麼 你不是什麼就不是什麼 像那個梭丁根的Kate那種感覺 就是說你 你不看到他你不知道他答案 你看到他以後你就知道答案 這種完全沒有辦法做我們一般理解的觀念 我現在跟大家先強調一件事情 很多的科學家用到量子現象 並不表示他知道真理是什麼 而只是他覺得他在用 很多人說我們對量子理論的唯一的態度 就是把它當成工具來用 至於說他本質到底是什麼 我們不care這問題 如果說你是一個只要用理論 而不care理論本身代表什麼的人 那這個很好 但是這個是完全跟哲學層次無關 我們哲學家care的問題是 他到底是什麼 是要不斷的追求追求這理論 所以有人講說我覺得這樣很累 我沒興趣沒興趣的話 這個課你都不應該來上 這麼一大早起來你們也辛苦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基本的一個態度問題 就哲學家要有這個態度 要不斷的inquiry into 這個越來越深的這個情況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重點就是有關於科學 科學並沒有提供我們哲學家所期待的答案 並沒有 所以說有的人要如果說 如果是有的話 如果你這點可以接受的話 那我覺得兩千年前三千年前 你對於神話所提供的指揮答案 你也應該可以接受 所以這個是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區隔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有關於我們日常經驗中 能不能夠感覺到這種 這種有關於太一啊 有關於理智啊 有關於靈魂啊 甚至於有關於形式啊 材質啊 感官知覺世界這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答案呢 也非常非常的明顯 這個明顯的主要原因呢 是有 有兩點 第一個呢 我想 我相信在座的沒有一個同學 會認為 這個除了感官的世界以外 然後一無所有 我為什麼會這麼肯定這樣認為呢 因為呢 我舉兩個比較具體的例子 讓大家有這個感覺 我常常在想 我常常在想 為什麼我們在教育小孩子的時候 我講一個老笑話 這個笑話是我們讀小學的時候 問到下列三種力量 何種力量最偉大的時候 一是精神的力量 二是物質的力量 三是精神的力量 這個答案永遠是小的時候都選一 長大以後才知道是三 可是我常常在想 這個笑話已經講爛了 但是我想什麼呢 我在想 為什麼我們在教育小孩的時候 一定要孝訓寫禮義廉詞 為什麼要告訴他精神力量很偉大 這個東西有什麼好教育的 這個東西如果是真實的一部分 有什麼好特別教育的 這個東西就是因為是假的 所以才要教育 所以大家都覺得 我們小學就是一個被欺騙的過程 很多人都這樣覺得 長大以後呢 想辦法呢 朝向金錢的世界努力 有人成功 有人失敗 不過大家講起來的話呢 快樂跟不快樂的程度也差不多 可是在這個問題當中 我不曉得是什麼力量 我不曉得什麼力量 我不曉得你們在座的人可不可以回答我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在 就是你自己有孩子的時候 你也不會跟他講說 孩子到學校去的時候 是一個接受欺騙的過程 到學校的話耳朵塞住耳塞 什麼都不曉得聽 回來以後自己老爸教你怎麼樣賺錢 沒有人會這樣教育自己的孩子 對不對有沒有人會這樣 再為物的人也不會這樣子幹 為什麼 這裡頭就有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我們本身在日常生活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的經驗 我訴訟於每一個人 我沒有做過調查 我沒有做到田文就要田文講說 我就是要把兒子從小叫他開當鋪 長大後當騙子 最後都坐牢一輩子 沒見過這種人 也不能想像有這種人 也不能想像 就說這個在整個受教育的過程中 對於教育一種期待 我們要問這個問題是 首先我們對於教育 為什麼有那種精神上的期待 沒有人有例外的 除非你不要自己的子女 為什麼我們會對自己的子女有愛 他其實跟你是獨立的個體啊 他將來有可能背叛你 有可能陷害你 有可能傷害你啊 你為什麼一定要去愛你的小孩 這種天性哪來 有人說這是動物的天性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都有經驗 我們的經驗是什麼呢 有一種向上性 向上性是一種經驗 然後我們會覺得說 精神化的這種東西不但存在 而且是生命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理由是什麼呢 理由很簡單 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 可以感受得到 除了感官世界之外 還有something more 這是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的想像力 我們的記憶力 我們在當下的話呢 所以說對事物的感覺 這一些 比如說夜路走多了 總會碰到鬼 舉頭三尺有聲明 這種道德意識 這種東西沒有根據 完全沒有根據 夜路走多了一樣是夜路 燈打開的話呢 鬼就跑了 可以另外一種講法 可是呢 為什麼 我們可以拿這種題材 作為教育的內容 請大家注意 所以我說過 宗教教育 道德 政治 本質是一樣的 為什麼 像我們現在一般來講生活當中 我們一般來講生活當中 最重要的事情 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 是什麼 當然是那種沒有答案的問題啊 對不對 有標準答案的問題 它不重要啊 你聽到標準答案就好了啊 對不對 一公里是多少公尺 這種問題的話 沒有人會care 說我終身旁邊就寫著 一公里等於一千公尺 然後陪伴睡眠幾十年 神經病沒有意義啊 或是說我最愛我的手機放在旁邊 永遠沒有辦法離開 這是我第一台手機 第一台可能有點意義啦 這有一些人對於 對於初戀有一種狂 狂熱 但是說摸個手機摸一輩子 比媽媽的手還溫暖 這個 這個根本就是很奇怪 這個機器 為什麼我們會對於教育宗教 道德跟政治 會賦予一種特別的關愛跟興趣 答案很簡單就是沒有答案 因為它沒有答案 所以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不斷的往前go forward 政治政治有答案嗎 教育教育有答案嗎 教育是永遠不停的改革改革改革 對不對 道德道德有答案嗎 我前一陣子 導讀那個桑黛爾的那個正義一場事變之旅 我們這個對於這個道德上 我跟你講 從到康德的理論來講 火車轟趴搞不好比那個丁信孝子還要有一點價值 起碼一個有理性另外一個直靠激情 所以很難講什麼事叫不要講答案 那宗教更不要講 這種東西 另外的話我再舉一個政治例子 政治例子 我們這裡有這個對岸的同學在聽課 我就用一點這個我在對岸的經驗 因為這段時間 其實我在台灣的哲學家裡頭對對岸是最了解的 了解到自己的認同已經是從 已經非常混亂了現在清楚了 現在清楚了就感覺上自己已經就對岸人了 我啊在對岸啊做了很多哲學人類學的調查 我發覺啊這個全天下最特別的國家 極有可能是我們偉大的祖國 為什麼呢 這個我們有非常多的唯物思想 科學發展觀的同時啊 大陸現在是一個極度維新化的社會 這個所謂極度維新化 我上次講到宗教的例子 講到這個 我要講一下就說 這個 國家主義或是民族主義的感召 這一件事情 我不曉得說我接觸的人都是比較激烈的還怎麼樣 那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例外 就說 現在我弄得被感染 這好像有傳染病一樣 這其實講起來是很空白 就說 就說這個 中國人再也不會受欺負了 這一句話 當然口腔調是不一樣 就就就 就是 一口白酒乾下去以後大喊一聲 這種話 我每次聽了以後都有情不自禁的這種 那種鼻酸的感覺 就說覺得很感動 所以我後來就 心情上來講就會覺得說 這個有感染力 這個完完全全是我們可以這樣講 一個歷史教育出來或者說是特別的機遇 我先跟大家強調喔 我覺得原來中國文化最偉大的地方是他沒有民族主義 原來中國文化我覺得最偉大 就講寬容的話 中國是最寬容的 就是你看 我們被滿人統治 我聽過顏崇年演講 他說他考證滿人靜觀 漢軍八旗 蒙古軍八旗 滿人自己八旗 騎兵合起來不到十萬人 統治一個將近兩三億人的國家 井然有序 而且呢 不但有這個張庭裕這種 伺候過三朝皇帝的人 還乾隆還修過二成傳 不以為恥 沒有什麼民族跟民族之間 一直到了 就是明朝的王夫之那種 那種民族主義的觀念 好像如同泡影一般 就連我自己老太爺在內 我爸爸十歲才撿的辮子 從小就跟我講 哎 滿人天下管得好得很 那些軍閥才亂七八糟了 我聽完以後呢 很感慨 原來的話呢 我們是一個完全沒有民族主義的國家 現在不得了 這種精神力量整個爬上來 哪來的 為什麼政治 為什麼道德 為什麼教育 為什麼宗教 都有這種超越感官的 更近一部分的力量 所以說我現在一開始上Platonus 我跟大家整理的話 因為這個課啊 我們要先強調兩點 第一 讓神秘主義不存在的理由 科學 自己本身神秘的不得了 量子力學神秘的不得了 沒有人可以理解 所以你怎麼會有一個理論它可以被用 包括我們手機裡面都用了很多量子現象的這種零件 但是它到底怎麼一回事沒有人了解 然後人家不care 怎麼可能不care 我們哲學家不能不care 我們就說 God won't play dice with us 這是愛因斯坦講的 不是我講的 然後第二個的話 我們每一天在日常經驗中 都有這種東西什麼呢 就是說有一些東西 它其實沒有什麼存在的技術 精神的力量 政治的力量 道德的力量 教育的力量 最後達到 它的極致的展現 是一種宗教上的形成 所以 所以有的時候很多人會覺得說 很多人會覺得說 一個強調科學發展的社會 怎麼宗教的性格還依然很強烈 而且這答案是非常好理解的 我跟大家講 你們不信的話 到理學院去做調查 台大教授理學院裡面信基督教的人數 遠超過文學院教授 文學院教授的話 本身來講啊 就是只是展現一些宗教性格 叫實際上花時間到教堂去 真沒時間 可是我發覺理學院老師裡面 大多數很多人啊 他們反而很 反而很有強烈的宗教性格 然後呢 對於他們的研究呢 大部分我認識的人 還都是挺有幫助的 這也就說明了一點 就是說我們日常生活中呢 其實是不夠的 其實是不夠的 我跟大家啊 稍微解釋一下 就用這個圖表來解釋 給大家一個概念 因為我自己啊 發覺啊 要把這個中世紀哲學的部分說清楚啊 慢慢看出來有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這個關鍵呢 就是說我們按照我剛剛講的兩種 第一個 哲學的工作並沒有明顯的進步 或退步 因為哲學一開始就是不斷的在追求真理的過程 所以沒有進步跟退步 科學的干預 讓我們產生了發現真理的錯覺 引發了啟蒙的時代 強調科學理性的結果 到今天我們又回到了一種浪漫式的思維 認為人的本性啊 個性啊 神秘的力量啊 都還是存在 非理性的因素啊 相對主義 那麼這個都是明顯的 另外一點的話呢 就是說我們日常生活的經驗呢 就是想像到那個超越的世界啊什麼 尤其是從我們日常生活中 對於數學的解析啊 各方面也是可以證明 那麼 我們現在呢在這個圖表當中呢 這個圖表呢分成 1 2 3 4 5 6 7 7 塊啊 knowing reflection 那我們先看一下 就說 Platonus 辛勃拉圖主義呢 是一個世界三原論 the material world the sensible world the intelligible world 這是就是說理智的世界 然後這個感官的世界 跟這個物質的世界 就說我們的世界呢 是有三重的 然後這三重呢 這個這三重世界呢 第一個觀念請大家注意 是整體中的部分 而且這個部分呢 是一種涵蓋關係的部分 而不是共享的一個部分 沒有共享的東西 所以這個涵蓋的整體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比如說 這是一把椅子 這一拉過來的話 我手上摸到這東西它有印 然後給它一個形式叫椅子 然後我摸到的椅子在我前面 然後這個椅子可以坐 坐的時候呢 我比如說我想到 我想到這個椅子坐著不能寫書 我寫書要非常舒服的椅子 讓我整個這個肉體放鬆下 我的思維上 可以到達一個非常高超的一種境界 所以我想說我的創作 所以我們每一天看到的任何 就是說 This is a chair in front of me 就這麼簡單一句話的話 它就包含了物質的世界 感覺的世界 以及 intelligible world 理智的世界 所以換言之的話呢 這三個世界 是我們日常生活經驗當中 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有的 任何情況下都會有的 最明顯的例子 辛柏拉圖主義 每一句話都要從柏拉圖的角度來講 symposium 當中就會講到 大家都大了 我問大家 我問大家 這個問題不太好 不過symposium symposium 的一個問題非常有趣 像我到了這個年齡 我就很關心這個問題 我講的直接一點 讓大家有一點印象深刻一點 你們認為 Sex symposium 裡面談的一開始 Sex 性愛 是單純是屬於物質的嗎 還是感官的呢 還是屬於理智的世界 symposium 裡面整個內容當中所講的 每一個人所講的提供的一個想法 尤其到了蘇克拉圖斯 這個 Diotima 跟蘇克拉圖斯 後來在對話的時候 他裡面就是強調這個概念 Sex是物質的 是感官的 也是理智的 為什麼是物質的 當然你會看到肉 這個講法不是很精緻 但是你在感覺上 你會覺得什麼呢 你會覺得說 這是你想要的嘛 然後最後呢 你在於這個 intelligible上 intelligibility 來講的話呢 你必須賦予一個好的一個價值 你才會有慾望嘛 你才會有感覺 你才會想要 你才會摸到東西嘛 所以呢 這個是非常典型的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 也足以說明呢 這個對於Platonus來講呢 這三種世界呢 不但是共同構成一個整體 而且呢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 任何的經驗都是來自於是 就是它本身是一個不可分的 是一個所有整體中包含部分 請同學注意喔 這個是我們講的日常生活中的經驗 大家 大家這個不管你是唯心論者 唯物論者也好 你都不可能否認的 所以我覺得Platonus 最重要的一點是 它完全沒有訴求任何超自然的經驗 純粹是以我們已經有的經驗 我講這個例子 大家都有 而且已經據點 就是這種關係是 它自己 像我們現在講到說 從這個 由這個 倒過來講 由偏好 然後 然後到喜歡 到喜歡發生情感 情感產生愛情 愛情以後呢 摟在一起 摟在一起的話 第二天早上生了小baby出來 這個整個過程 聽起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不用 intelligibility 來思考 它也是這個過程 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世界中就是這樣 這個就叫做自然 自然當中就包含了 我們經驗中所不能察覺的那一部分 intelligibility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重要的觀念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們可以說 你是先有了理念 先有了理念 才包含了 先有了好感 有的idea of good 然後才包含了這個這個 這個喜歡的這個preference 然後才會有very much in love 才會有這個這個一部分 但是呢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呢 這個部分呢 在這邊呢 從下面 你看到的東西 馬上automatically the idea of good applies 就是說什麼呢 你看到一個東西 我們說情人眼裡出西施 情人眼裡出西施的話呢 情人跟情人不見面 西施不會冒出來 西施的話呢 原來是很抽象的概念 所以一看到這個呢 別人覺得說你不怎麼樣 你一看 我常常聽到這個很多人 就在講說 這個說 一見鍾情 一見鍾情 我好像就是一見鍾情 就害我到現在 我好像就是這樣 我一想到一看 我一看 好像這個就是 我到現在記得 這個老師雖然很會蓋 但是嘛 一輩子很可惜啊 只交過一個女朋友 結過一次婚 也沒有勇氣再玩第二次 非常遺憾 就要對向全世界糟糕 大家一見鍾情是一種痛苦的象徵 但是我想起來我在想 我在想從底下的話 欸我一先看到這個人 先看到物質這個結構 那時候眼睛不知道怎麼回事 反正呢倒過來的 我嚴格就我個人經驗來講 因為我算是一個很普通人 一個悲慘的例子 所以就是倒過來的觀念 倒過來的觀念 就是欸看到的人 然後呢就是看到很順眼 然後欸 應用了我的idea of good applies 就是直接就上去了 不是上去 不是趴上去啦 回來挨兩巴掌 但是我是說 這個方向回來的話呢 就是從這樣 所以說我們講到 這個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是第三 其實的話一般人 由上而下是反思的結果 reflection 然後你到最後呢會強調說是 這個真正的話呢 反如果不是反思的話呢 直接用行動的話呢是由下而上 每個人都不例外 就是我們一定接觸到部分嘛 接觸到部分的實在 部分的實在覺得它不完整 不完整的話會想到追求什麼是完整 就講說這個東西 同學你要了解啊 像這個叫椅子啊 像這個 省力桌子這張算椅子還算桌子 你覺得這是椅子還桌子 你這是椅子嗎 你為什麼不是桌子 你說這邊是椅子嗎 桌子那那個呢 不 但我講這個整體是什麼 對不對 大家覺得說概念很模糊 然後我們強調說這個叫椅桌還是叫桌椅 還是半椅半桌 還是全椅全桌 概念會隨著你遇到不同的境況 然後慢慢慢慢 就出現了不同的感覺 會覺得說像這個很好 把桌子拿掉這個就叫這個椅子 但是是小孩子帶baby來上課 所以因此 這個reflection 看到個別的事物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 單獨從個別的事物思考到知識 我們一定從整體來考慮到知識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說 我們經常批判別人 我們哲學家講的批判 從一開始就這樣 哲學家講的批判不是謾罵 哲學家講的批判是什麼 哲學家講的批判是 是講出別人系統的限制 你的解釋力是有限的 所以你遇到了超過你的解釋力的範圍的時候呢 你的解釋力就出現了限制 就沒辦法進一步解釋 是這種情況 這個叫批判 康德的話批判別的前面的哲學的話講說 他沒有辦法 經驗主義只解釋了一部分 理性主義只解釋了一部分 我們沒有辦法 我把它綜合起來一個擴大了系統 它比較全面 才能夠創造知識的可能 所以這個knowing跟reflection 我們看到部分的時候 才會針對部分提出反思 你看到這個 結果想到那個東西叫不叫椅子 那個東西也沒有什麼不是椅子的地方 但這個東西的話就不能夠叫桌子 為什麼 它符合了椅子的形式 所以呢 也因為這個緣故呢 我們一定從整體 你想要有知識 一定是從整體考慮到部分 可是反過來講你想要有知識 你一定從部分透過反思到達整體 所以部分跟整體 整體跟部分的關係也是一致的 所以這邊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在這個三層世界當中呢 也是一樣的反省 就是說我們從這裡往上講 我們在整個物質當中 請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哦 柏拉圖主義代表唯心主義 唯心論 idealism idealism 的意思是什麼呢 ideal idealism 的意思是說 nothing exist unless the mind works 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心靈不運作的話 沒有事物存在的 就是眼前的任何事情 任何的事情 包括你坐在我前面 包括你坐在前面 都是我的心靈要運作 說誰 這個是誰 因為很熟了 如果我沒有想錯的話呢 像這個同學 我印象中好像這個學 從頭到尾他就永遠坐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一看這個人的話 在有一天突然不戴眼鏡 我也會覺得很驚訝 就是怎麼變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以前的那種觀念 我以前的觀念 就是累積成這個結果 那麼這個也 也因此而代表什麼呢 就代表我們每一天呢 所看到的世界 都是我們腦袋在想 所以我不曉得你有沒有這種感覺啊 你有時候有沒有早上起來 看到一個場景 感覺上好像見過了 有沒有這種經驗 每個人都有 為什麼 這就是典型的 就說這個場景好像 因為啊 你的這個夢中啊 搞不好就見過這個場景 或是 的確是世界當中 有一些東西 它在你不經意的情況下 已經進入你的記憶當中 所以有的時候呢 但是你有沒有出現過 這種經驗 這個東西 你仔細想過 你沒見過 但是已經見了好幾次了 那就很奇特了 但這種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 因為你有一樣東西 你一看到感覺到以前在哪裡然後忘掉了 所以你忘掉的東西 我現在問你 忘掉的東西被喚醒記憶 記得啊 忘掉的東西被喚醒記憶以後 然後承認確實曾經忘掉過 現在想起來了 那在你忘掉那段時間這個東西在哪裡 存在還是不存在 你想想看 存在還是不存在 有一樣東西 你承認你忘掉了 三年前分手的男朋友 你承認你忘掉 然後呢 他一直介紹我就是我 你都往前想 啊想起來了 那我問你 在你想起來之前他在哪裡 蛤 在哪裡啦 我當然知道在啦 怎麼不能說不在啊 活人啊 我不是 我不是在談鬼故事啊 我在談真人真事啊 在哪裡 他不在你的腦海中 他不在你的腦海中 他存不存在 他不在你腦海中 他依然存在 然後後來的話呢 又存在你腦海中了 是一個延伸的關係呢 還是一個共享的關係呢 還是一個突然是 追回記憶的關係呢 你的記憶有這麼大的力量 可以決定人的存在嗎 我跟你講 我們強調柏拉圖的觀念是有四個 ideal form immortality of soul 理型的世界 靈魂的不滅 還有什麼呢 還有其中還有一個就illumination 被光遭到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回憶 reminiscence 回憶 大家記住 這個回憶的力量說明什麼呢 從柏拉圖的角度來講 他就說明存在的的確確就是存在我的腦海當中 否則他根本就不存在 一個被遺忘的人 他存在在一個被遺忘的世界裡頭 但是我能夠使得他想起來使得他存在 是我腦海 我的我們叫mind的心靈運作的結果 所以怎麼樣呢 所以我跟同學呢 在這邊要強調一個重要的觀念 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Platonus 他所強調的一個觀念呢 非常重要的是 我們從最底層 到inanimated bodies 就是說完全沒有動的 像我們這個教室當中 我們在這個教室當中 門關好 大家各式各樣 同學坐在這邊態度感覺 一大堆 請問大家 大家我們能看到什麼 我們不能看到什麼 答案很明顯 我們能看到的 東西一定是我們能看到的 我們不能看到東西一定是我們不能看到的 這是廢話 套套邏輯 不過有另外很重要一件事情說 什麼東西不能被看到 什麼東西可以被看到 我們說沒有被看到形式的東西 是不能看到的 對不對 我們在這個教室 比如說 比如我現在講好了 我現在講說 我這個講義上面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老師 上課之前的時候 拿了一個圖表在這邊講了兩禮拜了 自己也說不清楚 這個看到東西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紙上面 有很多 還有無限多的東西 也存在上面 只是你沒有看到 為什麼 它是inanimated 它是一種純粹沒有辦法被 所以沒有辦法被看到的情況下存在那邊 我們這個教室 我們的桌子 什麼所有東西裡面都有 我們現在看到的東西 我跟你講 我們看一樣東西 seeing and seeing us 還有seeing every detail of it 看一樣東西 看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 你打開一個人的身體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東西所代表的意義 強調的內容 想法 觀念 通通都不一樣 所以 所以 看本身 永遠只能夠看到你能看到的 因此 在這三層世界當中 我們要能夠看到東西 第一個 一定牽涉到在sensible word 當中 用到形式 forms in matter 如果沒有形式 這個東西對我們而言 我們只有可能知道它存在 但不知道它什麼 只有可能知道它不知道什麼 請記住啊 同樣的一句話 matter exist but we don't know what it is 跟the one exist but we don't know what it is 意義是一樣 所以 所以其實Platonus的整個系統 它是有個對稱關係 這個matter跟the one 它們是一樣的意義的 它們是什麼呢 它們是不能夠被形容的 不能夠被敘述的 它本身不是被改變的 它不是被我們思想所掌握的 它是 evate 它 逃開了我們思想所掌握的範圍 matter 它是一個對稱的一個關係 那我們現在呢 到了forms的話呢 形式的部分呢 是屬於什麼樣呢 是sensible word 我們只有透過掌握形式的力量 來了解我們感官知覺的內容 對不對 每個人都一樣啊 每個人都一樣 沒有人例外 沒有人例外 比如說 我們班上同學可以大致分為兩種人 戴眼鏡的人跟不戴眼鏡的人 隱形眼鏡算不戴眼鏡的人 就一眼看過去 那我就算戴眼鏡的人 但是你沒有注意到我換了一副眼鏡 對不對 我這個形式變了 為什麼變了呢 我完全不知道 因為那天開會開到一半 那天有 就他這個 陳文誠在 開會開到一半我突然眼鏡斷掉了 突然奇蹟發生了 沒有地震然後眼鏡斷了 這開了開到一半的話呢 突然發覺有一半偏了 我嚇死我以為我視網膜玻璃了 後來人家說你沒有視網膜玻璃 你眼鏡不掉了 掉了斷掉了 我就馬上 馬上就跑到那個旁邊那個眼鏡行去 馬上就換了眼鏡 一換了眼鏡以後呢 因為我是跟他講 我說 他說你這個要磨 我說不用磨 他說那怎麼個不磨法 我說你找到一個一模一樣 給我塞回去就好 我沒時間我忙得不得了 他說要不要洗不用洗 就直接就裝進去了 他說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我說我太忙 那你會不會付錢 我說我一定付錢 所以就馬上 欸換了 換了眼鏡 換了眼鏡的話呢 然後這個賴姐首先表態 說看起來年輕一點 就這樣 這個形式變 形式變了以後呢 認知感覺不一樣 欸我現在發覺真的是 不管怎麼講 不管怎麼講 我們呢 沒有形式沒有辦法查覺這個東西的存在 這個是每個人都有經驗 包含我們這麼簡單 所以呢 要查覺形式 查覺形式以後 請大家注意啊 你我們如何有查覺形式的能力 你怎麼知道我換了眼鏡 然後連帶的 這別人講的不是我自己講的 說這個style 因為我亂抓的 這個江南style 那個韓國做的 所以看起來比較年輕 純粹就是這樣子 比較像我們的助教 我們助教有兩個 一個比較成熟 一個比較年輕 我的配合 現在 朝年輕的方向配合 好 那這個這麼簡單的一個經驗 這麼簡單的經驗 我怎麼知道 換了眼鏡換了這個 這個style 哪來的 說欸老師這個不是我講 這個何修講的 說老師你看起來很潮 嚇了一跳 趕快找自演 潮 老潮還是新潮 他新潮還好 你怎麼知道這個叫潮 腦袋裡有想法 我們有 我們知道的太多了 我們可以分類 組織 organism 所有的活的東西 活的東西 animated 活的東西 會動的 都會賦予他一個被理解的可能性 對不對 請同學注意喔 我現在講到的每一點 都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的經驗 比如說 比如說我講到 為什麼我講的話你聽得懂 每一個字每一個字聯繫起來 為什麼你聽得懂我講話的內容 為什麼我換一種話你不一定聽得懂 你不聽 聽不懂的原因是哪裡 什麼東西使得你聽懂跟聽不懂 不是文字語言的關係而已 有一種另外一種力量 比如說 比如說 痛的時候 我們這邊叫io 在歐洲那邊叫ouch 對不對 那這個要學嗎 這要學智慧嗎 這把ou ch i ouch vocabulary ouch o u 有學這個東西的必要嗎 像我啊 我這個陪我老婆生孩子的時候 我們隔壁啊 梁子拉著嘛 突然聽到一聲 哎呦 我想說哎呦 同胞在生小孩 為什麼 在比利時怎麼會有人喊哎呦呢 都是 都是ouch 只有我們哎呦 所以我一看果然 你怎麼沒有跟我講 你怎麼也趕來了 他就講說 他說我在罵我老公啦 上班就沒有來 他今天突然羊水破了 他就讚美我太太多好 你看我在旁邊 我太太馬上講說我老公學哲學的 每天都在家 這比較好 這個 不管怎麼講 我們聽到這個聲音就知道什麼呢 就是它代表的含義 這不是字的問題而已 這是什麼 這是對形式體察的結果 所以形式體察 你如何知道形式 怎麼會有形式 世界中不存在有形式啊 對不對 你看到一對 兩個女人走過來 你會講說哇 好一對令人羨慕的母女 你在兩個身上看不到母女 你哪來的母女啊 你會做判斷 一個看起來呢 榮華稍逝 但是化妝頗濃 另外一個後來清新脫俗 但是這個心無大志 感覺上很像母女 有可能不是啊 但是你一形容 哎母女 這兩個人你怎麼看到母女呢 形式 形式讓你看到母女 還是讓從這兩個女人身上看到形式 原因是缺一樣因素什麼呢 Intelligibility 所以呢這個 intelligibility呢 就存在於我們的靈魂當中 particular soul 這個靈魂 這個靈魂呢 就是說 因為為什麼靈魂有這個功能呢 因為靈魂就是我們整個成長過程中 掌握形式的部分 對不對 像你 這個部分的話 像我們這個賴同學 他是數學系的 他的感觸很強烈 那天的話呢 這個聽到那個量子力學演講的時候呢 邏輯分譯一出來以後呢 這個高教授的唯一的笑話就是說 這個東西你們不用看啊 我看只有張海潮一個人看得懂 然後呢底下那個人呢 衣服長得很像打橄欖球樣子的人 就嗯嗯嗯 只有我看得懂 他到底看不看得懂我也不知道啊 為什麼光點頭我也會裝啊 後來那個 後來玩笑話搞到我身上來說 這種問題啊 就不要給岳舉正看了 他反正看不懂 我就嗯嗯嗯嗯 其實我看得懂 你怎麼知道呢 我腦袋中看得懂看不懂 我是算什麼東西的代表什麼呢 對不對 不能因為我哲學系就欺負我看不懂微積分啊 對不對 我可以編的跟張海潮一模一樣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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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得出差別嗎 你除了說要用考試的方法 但可是我們到了這個階段要考什麼試了 不是很無聊嗎 可是演誰不會演呢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數學的Intelligibility的應用是在腦海當中啊 你在外面看一個人 你看得出來他數學好不好嗎 我告訴你啊 大凡根據我的觀察 我對這個問題有興趣啊 大凡這個 言談低俗舉止粗筆的人 多半都是數學很強的人 在台大校園內 就是你一看所以這兩個人一個穿著皮鞋打著領帶 另外一個穿著拖鞋然後嗚嗚嗚這種人 原則上那個嗚嗚嗚的人很可能是電機器的 我不曉得為什麼 我覺得台大校園內就有這種感覺 我就有這種感覺就是說我每次在吃飯的時候看到 然後嗚嗚嗚嗚因為裝著便當吃完以後馬上回去 回去算數的人 你們四位先生一般來講好像大部分都穿的比較普通 這個這個就很好的了 T恤就算最最整齊的禮服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為什麼呢 我要舉這個例子呢 就是說 所以我們學術界現在出現一個很奇怪的風氣 你知道嗎 我們學術界領帶不見了 以前的話呢全世界只有大陸的學術界在打領帶 現在大陸界沒有一個人打領帶了 所以我那天去到館院去給一場演講 只有我們館院院長一個人打領帶 我今天講說李院長抱歉了 這個我已經得到新的訊息 現在已經不打領帶了 只有你一個人在打 感覺上很土為什麼 就是說有一個人跟我分析過 你做學術 如果穿的很爛 但是學術做的平平感覺上應該 如果你穿的很爛 學術做的很好 哇好厲害不重視外表 內心高尚 對不對 如果你穿的很好 學術做的很好的話呢正常 喜歡外顯 如果你穿的很好 做的很爛的話呢白癡 衣服白穿 所以呢一份的話 大家為了一個成本的考量 總而言之啊 他證明了一件事情什麼 就是呢 腦袋中的Intelligibility啊 跟你外在一點關係都沒有 甚至於的話呢 大家有空我們一起去參觀文學院 跟去參觀工學院 你就我們來算裡面 教室外面留下的拖鞋來算 起碼十倍 起碼十倍 為什麼 這個我以前就覺得很有趣 很有趣啊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個人的這個soul 靈魂的部分 他體現的是一種完全intrinsic rationality 是一種內在的理性 這種內在理性他根本不外顯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這個人怎麼那麼 這麼多點子啊 靈感啊什麼的 我們發覺這個人的價值 往往表現在於他的 內在的推理能力 尤其是中華文化 特別強調外面很樸素很破爛 不要錢只為人民服務 不是只有大陸上講這個口號 台灣現在講得比大陸還厲害 然後呢覺得這個叫好人 像我只是鼓吹說 我又要錢又要為人民服務 這個就叫壞人 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有外顯的部分呢 就遠低於什麼呢 純粹是內部的一種理性的結果 所以呢 這種soul 這種particular souls 應該其實要加複數 跟the soul就是代表 就是說 這兩者之間呢 是一種突破的感覺 就是所有的靈魂 他有一種共通性 他本身是一個形式的 我們剛剛都講到 所以我剛剛講的每一件事情 就會發覺 所以我我一直不斷的generalize 出現的結果代表什麼 只有代表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們確實是這樣子看人的 我們確實是這樣看人的 比如說 我們在學校選拔一個學生的時候 選拔一個學生 說這個人歷史地理非常好 很會背 跟這個人數學超強 從來不讀書 都是100分 但是這兩種聽完一聽完以後 感覺上前面那個人 是上帝惡意捏造出一個很笨的人 後面這個人的話呢 是上帝的化身 出現在大家面前 差別很大 感覺上差別很大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就我們現在整個教育當中 所以我們在教育讓人家覺得很無奈 說提上人文精神就變成了 人文精神好像變成一種口紅一樣 就是說不擦 其實嘴唇也是紅的 擦了以後稍微更好一點而已 就是很悲哀的感覺 就是這種高下認知的感覺是很自然的 然後呢 它可以被generalize 那最後我們會講到說 有沒有一種力量讓我們終極上 能夠感受到靈魂的存在 就是spirit spirit 就是就是說有一種極度的 就是說大家沒有一個人 不被含在這種精神範圍內 好 如果從spirit intellect這邊一路下來 我們從matter一路往回推 到達最頂端的時候 我們會出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我們一開始講的第一句話 這三重世界 理智的世界 感官的世界以及物質世界 它們本身就是一體的 那麼如果我們這樣子推動上去的話 感覺上有層級 尤其是靈魂 我們個別的靈魂 我們教師幾十個人 個別的靈魂 跟集體的靈魂 屬於一個共同的精神力量下 我問大家一個關鍵的問題 這一種共同精神的認知 它跟什麼結為一體 答案只會有一個 就是它必然是一體 因為大於它的部分跟其他部分都會是一體 它沒有單獨分出來的必要 所以整體來講一定會有個one 而這個整體來講的話完全是預設出來的結果 就是說我們現在我們一開始講的第一句話是 我們所有生活中的一切細節都是整體的一部分 所以必然是整體 整體一定存在 但是我們又在透過日常生活的經驗當中 一層一層的往上推 我們有很高的向上性的層級 推到最後這個精神 所有的精神代表 比如我們開口閉口民族精神 開口閉口的話呢 你知道台大最有名的一句話是什麼嗎? 跟你們講一下 你們從大陸來這邊當這個交換學生一定要 就是傅斯年講一句話 用了Spinoza的話 就是貢獻這一所大學與宇宙的精神 不要緊張沒有人聽得懂什麼 我也聽不懂 但是呢就是用到了精神兩個字 有助於我們上課的內容 這宇宙都有精神就是講這句話 Spinoza的觀念就是體現了Neoplatonism 新柏拉圖主義這句話 就是說整個宇宙它有一種共通的精神 這個精神包含了我們一部分 我們參與它的部分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呢 這個我花了一個 一整堂課的時間把這個圖表 做了一個完整的介紹 那麼讓大家呢看一下 然後呢這個讓大家了解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繼續就是從這個 新柏拉圖主義的部分開始看起 我剛剛一個鐘頭講的我只有一個重點 我只有一個重點 就是所有新柏拉圖主義裡面 所要牽涉到的概念 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Can you believe a light? Can you believe that? To be honest I can't 就是說我再強調一下 你可以了解嗎 林同學 所有的新柏拉圖主義所涉及到的概念 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你可以相信嗎 你可以理解嗎 現在講可以相信嗎 可以相信 這個是一個信賴的問題啊 你可以相信嗎 可以喔 這個的確是Platonus的 所要達到的一個重要的目的 而這個目的的話呢有一個很大的依據 我現在在講之前呢 我要告訴大家一個文化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我最近對這個問題非常有興趣喔 什麼概念呢 就是請大家注意喔 我有一次在上課的時候強調說 我們的文化沒有談生命的意義的傳統 沒有談死亡 沒有談死後世界 我這個無心插柳 結果這一句話我在所有的課程中講完以後 幾乎每一課都有同學來表達強烈的認同感 害我 不是說害了 就是說花了很多時間跟同學做深入的討論 那我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我為什麼會有這個感覺 我就是讀了新柏拉圖主義Platonus的觀念得到的感覺 因為請大家注意第一件事情 人生如果因為死亡而完全停滯的話 記住啊 人生如果因為死亡而完全停滯的話 這個人生本身好像缺了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缺了一個進一步的延展性 缺了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的 為什麼缺了進一步的這個延伸的這個可能性 會覺得遺憾呢 答案就在Platonus 因為Platonus告訴我們 我們的Intelligibility 的這個層次 以及我們個人的靈魂是沒有有限的 是無限的 如果我們的生命當中感受到的無限性 居然在教育中告訴我們時間一到就一切結束的話 沒有這個靈魂不滅的概念的話 我們會覺得怎麼樣呢 會覺得說那缺了哪一塊呢 缺了跟整體結合的這一塊 缺了跟整體結合的就變成了部分 部分呢就不真實 部分不真實 像我們現在講說 反正人到頭都是橫竖都是一刀 那個什麼18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如果有這種觀念的話呢 他這個做盜匪的這句話 還有輪迴的概念啊 誰跟你講18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搞不好你變成豬啊對不對 所以有輪迴的概念 可是呢有一個更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輪迴也是整體中的一部分 輪迴本身不管這個你隨便想法通通 你只要有這個理念都是整體的部分 所以整體的訴求是指著生命有意義的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如果你沒有這點你想想看如果說死亡是一切的終點 那你為什麼要做好人 你為什麼要幫助別人 道德還有什麼意義 那當然就是賺錢了 那賺錢的話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什麼 因為你就現存的世界當中 比如說我死的時候 牧之名上一定要寫此地長綿怨舉證 一生沒有開過法拉利 很遺憾啊對不對 這個是這樣有意義啊 但是被人家一看到講說 哲學教授怎麼寫這個當牧之名 很丟臉為什麼 你應該活著永恆的生命啊 怎麼開法律 開完法律要幹嘛 不知道 所以呢這個就是涉及到說 我們今天真正要回答的問題就是 我們要了解生命的意義 必須要從一種哲學的思想出發 所以大家有這個觀念 好那因為我說的非常多了 接下來講的內容就比較相較而言是很容易的啊 So Plotinus 這個階層存有學中 我們的階層我再跟大家重複一下 從底下往上 Matter Inanimated Bodies 然後呢這個就是這個 我們的這個 Organism 這個 Sensible Word 裡面的 然後這個 Animated Body 就是Organism 然後就是我們的這個 Particular Soul 然後就是集體的Soul Intelligibility Intellect 然後到德灣 所以說就切成成物學 然後呢 而且 說每一件事物都有一個存在的原則 存在的原則 而且 而且就是哲學最基本的概念 也就是說不需要去證明的 因為這思想上成為可能的形上學基礎 就是說我們的思想 是存有學的 請大家了解啊 存有學的意義跟存在不一樣 存在是講一個個體單獨存在 存有學的意義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 思想上的力量使得這個東西必然是存在的 狀況 條件 比如說 比如說我以前學Ontology的時候 講還有一個它是Philosophy of Beings 講到一種 一種存在的一種概念 我們稱之為 這個Ontological Principle Beings to be 這樣子就是說 思想上使得成為可能的形上學基礎 那麼這個是Self-Sufficient 也預設了聯合性包含一切 就是說是 整個是這個Self-Sufficient的意思是說 整個系統是自我滿足的 不缺任何東西的 沒有哪一樣東西不是在這個體系之內的 聯合包含一切 那麼兩者之間合起來共同構成了太一 絕對的簡單的以及獨特的 那麼這個是同學們都可以了解的 好 那麼在這個絕對簡單跟獨特的這個觀念當中呢 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的討論 就是說這種太一的概念它基本上結合了 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的觀念 柏拉圖呢就是事物的最高層 最高層 Form Ideal World 事物最高層 那麼這個亞里斯多德的概念呢就是Active Intellect 就是說上帝呢是作為一切呢存在的保證 I move the mover 他推動了一切他自己本身不動 那麼像這樣子呢 那麼唯一比較特別呢就是這個Platonus的理念呢 還包含了多元性 理智至少有思想與對象之間的差別 所以呢理智包含了多元的因素 這個是思想與對象的這個差別呢就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太一the one 是一種預設的形上學原則 使一切成為可能本身不能夠被敘述 好我們會強調這個the one是包含一切 但是intellect呢很特別了 現在最特別就是說 他作為一個主詞 以及作為一個被敘述的對象 作為主詞 以及任何敘述他的內容 他們是一樣的 就是intellect的活動當中 作為主詞作為述詞是完全一樣 都是一種理智上活動的結果 就是說我們在想像中的想像 所以我們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你能夠想像中再想像進一步的想像的情況 可以無窮盡啊 夢中有夢想像中可以再繼續想像 可以假設這個其實不用思考了 你做邏輯做數學一個集合論就可以解決了這種問題 想像中的想像 所以說這個想像中的世界一切都是理智的展現 因為數學本身就是理智的展現 而理智數學中所展現的每一部分也都是理智的展現 所以包含了多元跟這個整體 所以這個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那麼Plotinus太一是獨特的 不會改變的以及不受限制的 就是說我們對於太一不能說它是什麼 只能夠感受到它存在的必要性 這是存有學的重要的觀念 很多同學會覺得說這種說法等於沒說 其實觀念就在這裡 你來之前我們提到量子力學 跟你無關了這次 不過呢就是說呢 我是4月29號聽了高永泉講到奇妙的量子世界 他對量子力學所下的結論就是說 我們不知道量子力學在說什麼 但是我們只能以這種說不出來的狀況來承認它存在 對不對 對 對啊 這個Plotinus講說我們不知道太一是什麼 但是我們只知道能夠以太一的存在狀態來說明它存在 當然我並不是說量子力學等於太一的概念 但是這種預設的立場是一模一樣的 這叫ontological principle 這是哲學的問題 而且高永泉說一句更狠的話就是說 物理學雖然表現得很好 但是接近百年來沒有人能夠打破這個限制 他鼓勵在座每一個人朝這個方向 其實我心裡想說你怎麼不鼓勵自己啊 但是他已經嘗試過了失敗了 我們呢非常非常的了解這件事情之所以沒辦法突破的原因 至少在太一講 就是說太一是我們談完一切的存在以後 必須要預設一個存在事物使得一切能夠融貫的被解釋 如果你沒有太一的話就會講說什麼是使得理智成為可能 這個問題 就你怎麼知道這樣的推理 你怎麼知道這樣的運用 你怎麼知道這樣的集體的理智 你怎麼知道人類的做法是對的 比如說我們整個這個發展那幾千年 你怎麼知道我們的歷史是進步的 不是screw up 一團亂 你怎麼知道 你只要回答說人類的歷史是不進不退的 人類就是混亂的循環的 你怎麼知道它有規律 或是你怎麼知道它沒有規律 你怎麼知道它存在幹嘛 有沒有意義 就是這個整個meaning的問題 好 有的時候我們會說太一就是如此如此的觀念都不恰當 這個都不恰當 為什麼呢 用某種方式表達出太一聯合的完整個體 而不僅是簡單的本質 這都是不恰當的 換言之的話呢 這種敘述它 這個英文叫predicated 都是不恰當 不管怎麼樣 這樣 無論如何呢 這是一種無法被表述的境界 這是一種 英文有個字啊 我忘掉了 就不可說的那個字是什麼字啊 有個是不可說的 就是說不出來的 但是只能夠感覺到它存在 那麼 也就是太一魂為一體的可能性 超越了所有概念化的可能性 包含一切的可能性 那麼這個的話呢 是一個 請大家注意啊 這個並不是一種退步的表現 而剛好是進步的表現 我有的時候 我在一開始跟大家強調 中世紀哲學的時候 給人家產生一種過度 花功夫在文字上的這種錯覺 感覺上是不好 其實是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預設一個東西的存在 而且強調它是不可去述的 並不因此而阻撓我們理智的部分 向前進一步的推展 要把這兩件事分得清楚 我們要在哲學課中所提供的不是標準答案 而是說我們在建構一個融貫完整的系統的同時 要了解我們在理性的開創過程中是持續的 那麼 Platonus 針對太一做了很多的說明 這些說明呢跟他前面講的不可敘述 並沒有邏輯上的不一致性 那麼我們不能夠為太一這個主詞提供任何的述詞 但是呢 這個也不能夠呢 表示說我們不能夠談這個太一的存有學地位 對 那麼這個太一 我剛剛啊 跟大家用圖表介紹內容的時候 強調的是由下而上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那我現在呢 反過來呢 就是用我們的課程內容介紹的時候 我們是由上而下 所以我們在介紹太一作為一個初步的概念以後呢 我們會由上而下就是談到太一 談到理智 談到靈魂 談到個別的靈魂 靈魂的屬性 談到材質 這個大致上的區別 然後我們要進一步談到 在什麼意義上 在什麼意義上 Platonus 超越了柏拉圖 或是不同於柏拉圖 或是應用了柏拉圖 以及亞里斯多德 然後我們再講說 在什麼情況下 我們說Platonus 為基督教哲學的發展 鋪下了很重要的道路 我講了這個 這是我們今天剩下的時間要講的部分 那我強調這個部分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目的是什麼呢 我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要告訴大家說 要回答我自己曾經說過的一句重點 說基督教哲學在理性的層面上 跟在迷信的層面上 都是非常非常高深的 他在理性的層面就是基督教哲學的開創 是極其繁複 而且應用了很多希臘哲學的精華 可是在迷信的層面上 就是教條的層面上 他是非常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宗教 信上帝得永生 耶穌是神的兒子 肉身成聖 這很簡單的原則 你信跟不信是個很激烈的表達方式 那如果沒有這樣子的一個非常繁複的哲學基礎 他不可能會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宗教 所以這裡頭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度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說 宗教的信仰需要理性做基礎的同時 而理性不見得完全會否定宗教 因為我們講講講講講的裡面的內容 大家會感覺出來 了解到新柏拉圖主義 做好基督教哲學的準備 只會增強你的信念 而不會降低你的信念 這是我們要強調的 好 對於這個 另外值得觀點是說 我們剛剛強調這三個世界在這個位置 Intelligible world the sensible world 還有 mature world 他們都是一個整體 所以我們對於太一的強調就是說 都是他衍生出來 是在他之下創造了多元性的原則 也都因為太一而存在 從這個角度而言 Plotinus 是有名的一元主義者 Monism 這個一元主義是 整體當中有部分 部分共同形成一個整體 而這個整體的話 是由太一的概念做統合代表 那麼這個是有關於這個太一的敘述 而他不會改變的啊 他是獨特的啊 他是整體的包含一切的啊 他不可以被敘述的啊 然後他本身呢 是一個存有學的原則 他本身是存有學原則下屬推演出來的 而他本身是一切存有成為可能 同學們呢 需要稍微理解一下 這個部分呢 是因為我們剛剛前面一個鐘頭啊 做了準備 所以我相信大家也比較了解了 那麼理智的首要的特性 這是intellect 僅次於太一的部分 是柏拉圖哲學中形式的主體 那麼最初有成 最根本的這個存在 這裡面講到了理智的話呢 請大家先注意一個觀念 叫做形式form 形式我剛剛做了一個介紹 形式非常特別 最簡單來講就是我們的形容詞 就是一種形式 這是什麼的 這是圓的方的 這是 這是屬於學校的 這是屬於社會的 這是屬於經濟的 這是屬於政治的 這是個形式 這些都是形式 political 什麼 都是所有的形容詞 形容詞它能夠形容這個狀態 賦予這個狀態 讓我們理解它是什麼 這是形式 所以呢 形式呢 我們如何知道正確的應用一種形式 唉 這可是大學問啊 這可是大學問啊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如果你平常習慣性的使用一種語言 像我們平常啊 都習慣用這個 我們這也叫國語啊 這是普通話的話 你在形容一個東西 大家會講到一個東西的時候呢 就會覺得說是 就是經常會覺得適當不適當 然後你會透過這種方式來學習語言 如果語言變成你生活習慣中的一部分的時候呢 你從來不需要思考 可是我們哲學家有一個很特別的工作 我們哲學家經常在面對 有沒有一種現象 有沒有一種現象 我們呢 可以感覺到它存在 但是我們說不出來它是什麼 你知道嗎 像你們這個學工的人 你們都是按照教科書 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我再強調一遍 你是因為你遲到了 所以你負擔一點這個問答的責任 你平常你在工科的領域當中 有沒有出現這種感覺 就是說有一樣東西 我感覺到它存在 可是我說不出來到底是什麼 而且我覺得它很重要 你有沒有這種經驗 量子力學 量子力學 就叫量子力學嘛 那然後呢你有沒有別的例子 別的 講examples 不是particles 對 有沒有 沒有 我的目的就叫它說沒有 遲疑就是沒有 你默認了 可是我們哲學家不一樣 我們每天都活在這種情境當中 很好笑是不是 就是我跟你講人生啊 你要追求這個突破 就是這種就是坦白講 坦白講 這是柏拉圖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要Platonus用的 什麼概念呢 你看喔 我們每一天都會跟人家解釋 我跟大家強調 我負責上課 我每一次都是花盡了很多心思 想要把一個很複雜的概念 講給學生聽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這一天想什麼你知道嗎 我就想哲學有什麼用 對不對 哲學有什麼用 你們 哲學用 我能夠說哲學沒用嗎 當然有用啦 但是你要說到讓人懂 那可難啦 對不對 一個當然有用 你說哲學重不重要 很重要啊 不重要我怎麼能夠吃飯吃到現在呢 哲學很重要 但是你講讓人家聽得懂 大家聽完以後講說 本來覺得有一點用的 聽你解釋完以後 好像越來越沒有用 那還得了啊 所以我們都會 躊躇滿字啊 不曉得什麼 但是這種東西的話呢 就是經常發生的 換而言之啊 對於柏拉圖來講 我們的語言的那種習慣性 只能讓我們做出一般可以接受 而且一定會發生錯誤的溝通 如此而已 你要想更upgrade 要把你語言當中會有的錯誤要排除掉 柏拉圖提供的唯一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要不斷的 法術想法講出來 比如說 我跟你講哲學為什麼有用 哲學有用的原因是因為哲學有可能 培養我們的表達能力 讓我們在對人家表達錯我們的理念 思想的同時 讓人家能夠幫忙監測我們思想中 有沒有錯誤的可能性 有人家提出來我們難過幾分鐘 但是這個錯誤就不會再發生了 這樣子有用 然後 然後 這個現象叫什麼 阿 希拉文叫Alancus 這還有阿 那我們就是說我們叫refutational 可以講話被拒絕 可以這樣子 可以這樣子講 但是你在想 有人會講說 我昨天這個真的事情 我昨天跟一個人在聊 我說這就是哲學用處 講給他聽 對方講 不可能 這樣子沒有用 為什麼 他說你不講人家不知道你有錯 你一講人家知道你有錯 你不 乾脆就不要講了 而且他說這個叫做禍從口出 多說無異 我一聽 他有概念應用 但是他講得非常正正有聲 他不需要思考 那我要繼續想 我說禍一定從口出嗎 他還補了一句病從口入 那我說 多說一定無異嗎 他說你不說人家不知道你傻瓜 也不會覺得你是啞巴 你說了以後 人家可能知道你會出錯 那我出錯跟不出錯選擇 我選擇不出錯 我根本沒有錯誤 我怎麼需要糾正自己的錯誤 那我要繼續講了 我說呢 你這個呢 就發明新名詞了 要思考 你這個叫animal mentality 你如果等於是否定了語言的功能 你等於把自己的地位降成禽獸 你把自己降為禽獸的是 否定了自己的理智的展現 不懂得思考 遲早的話變成動物 不一定是禽獸 但一定是動物 你知道嗎 對方馬上講了 人本來就是理性的動物 更何況孟子也說過 人是異於禽獸走幾息 我就繼續講了 我說人是理性的動物 但你有沒有想過這個理性 代表什麼含義 他說這個理性 完全是為了保護自己而存在 他建議我看animal planet 所以一講完以後呢 我後來發覺很累 因為我平常累得要是 還要跟這些 這些這個 為什麼兩者之間呢 我顯得這麼結結巴巴 然後他顯得這麼咄咄逼人呢? 你有沒有注意到差別? 你有沒有注意到差別? 差別是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故意選擇 需要用到理智來創造新的理念那一方 對方的話呢 完全是用一種傳統中的一種語言中的價值 然後呢要否定我 那否定我要有講求理智創造的人 當然比較容易啦 對不對? 像很多人講說 他那是胡扯八道 有什麼用? 今天沒有來的人都會認同他沒有用 所以他沒有來等於是沒有差 對不對? 我們很容易否定別人在理智上開創的成果 因為理智要開創成果出來很難 但是價值又很少 對不對? 按照傳統來講的話呢 清楚簡單又容易 講起來咄咄逼逼人 所以大家總是喜歡 這個英文叫paricalism 就是說我們總是活在一個我們比較熟悉的環境當中 因為一切都熟悉啊 對不對? 所以你這種情況下的話呢 像我們 我每次在大陸演講啊 我都一開始我都講 我說兩岸同文同種啊 既陌生又熟悉 為什麼熟悉呢? 同一種語言 大家講起來我講你也聽得懂 我也不需要特別去什麼做什麼語言糾正 但是講起來裡面內容包含的實質上內容 你的習慣跟我習慣完全不一樣啊 對不對? 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個差別很多啊 而且大家講起來的話呢 在這個認知上來講 所以思想上什麼呢? 思想是讓我們突破現狀的重要依據 只有entelligibility會做這件事情 只有entelligibility會做一種突破現狀 否則的一般人 我告訴大家 不管在哪裡想要讀書 沒事你絕對不會用你的理智的 太痛苦了 累得要死 然後呢對方呢 小鬼頭咄咄逼人 然後還會去跟他講說 旁邊跟他講說 跟你說過台大教授沒什麼 弄得我啞口無言 羞愧難當 我心裡想你老幾人 好所以呢 Protinus 將形式的範圍 當成基本的存有透過定義而來的 每種形式本身或對於其他形式而言 是導致於其他事物存在的根本原因 這個根本的存在也是一種普遍性的理智 因為形式本身是理智經過思想所得出的結果 而因此理智針對形式所進行思考 純粹是一種自我的思考 請大家強調 我剛剛解釋的半天就是說 我用這種理智的自我思考 其實這個是一件非常exciting的過程 我覺得哲學不一定有用 那哲學一定可以給你帶來一種思考上的樂趣 但是這種話講起來我能夠說服人不多 所以我其實我最近 就是我並不指望大家都跟我一樣想法 這思考的樂趣是什麼呢? 思考樂趣是 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我不知道你們認不認同 我現在生活中最大的樂趣就是 當大家都說是的時候 我非常你就會說不是 當大家說不是的時候 我非常你就會說是 而且我更進一步想 當我跟人家不同的時候 我要進一步找到有沒有機會 讓我是跟不是都有為真的可能性 至少暫時為真 我覺得這種的思考的能力 引導了我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就是我覺得我一定要擴大我的經驗範圍 才有這些思考的能量跟動力 所以我每一次到不同的地方去 我總是從最合理的角度來看 我在菲律賓的話看到死亡跟死後的世界 我在湖南的話看到民主主義的精神 跟毛主席的價值 然後我在這個馬上我過不久 我要到其他東南亞國家去的時候 我都要去看 我就要看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 然後呢對於我們生活當中 對我們生活當中所引發的 然後我就注意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 思考上的樂趣讓我們突破現狀 這是重要的 而且這種的話是一種自我知識 Self-knowledge 這種Self-knowledge的話呢 所以說 當然理智跟形式不能區分的 我跟大家強調一點 這方面 Self-knowledge為什麼重要 Self-knowledge為什麼重要 因為 我們現在在發展的過程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knowledge是別人 external 別人提供給我們的 大家仔細想想看 大家仔細想想看 所有你學過的東西 有幾樣是你自己反思後的結果 我敢講一樣都沒有 為什麼 你自己反思過 但是你不敢相信它是真的 對不對 因為什麼呢 因為你處在一個非常制度化的環境當中 你不敢相信你自己想出來的道理是真實的 所以你不敢講出來 我坦白跟大家說 我們今天的教育非常缺乏這一部分 兩岸之間都一樣 學生不敢表達出來自己在知識上所自我想的結果 不敢為什麼不敢 覺得說課本中都已經有標準答案了 講出來惹人煽笑 缺乏思考的宣戀 實際上 實際上 如果我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 包含椅子拉出來 都是整體中的一部分的話 我的自我知識一樣有存在的可能性啊 只要它跟形式銜接在一起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不行 很多人就會講了 哎呀不可能啦 你一個人想有什麼用 胡思亂想 所以這個觀念 是我要強調的重點在這裡 所以說理智跟形式是不能分離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完全都是我們屬於這種 超越了感官世界中所追求的一部分 為什麼不行 所以這個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在學術界中 一方面要假設每一個讀碩士、讀博士的人 都要能夠寫出具有原創性的文章 然後同時又說 哎呀你那個創意不足很難啊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在教育上來講 這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好 那麼正是因為形式是理智做判斷的標準 所以說如果沒有形式 就缺乏能夠知道什麼是形式的認知能力 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 理智本身跟形式必須要有一個本質上的包含關係 並且成為理智思想中的一部分 我這裡面所講的形式的話是 就是說我現在問大家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又拿你當例子 因為那個搞了一段時間精神可能好一點 我問你 我問你 你做過數學練習嘛對不對 對 好 你做數學練習的時候 你得到答案之前都是先偷看那個標準答案 還是說自己推理出來的 還是都有 就你有沒有做過B啊 好啦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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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這很正常我也有我也有 但我問你說你 比如說你看個數學題目 你先看到標準答案的時候 跟你不看標準答案自己找出答案的時候 面對這種答案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差別 感覺上有沒有差別 有 什麼樣的差別 就是作弊的感覺跟實際上自己推理出來的感覺有沒有差別 有 所以我們這裡班上數學高手很多啊 這哪裡是當一個當一個例子而已 這一大堆人急著要回答的人很多 你不要遲疑了 有沒有差別 有沒有差別 你 你長的一副沒有做過B的樣子 我還找 你覺得有沒有差別 看了標準答案以後的答案 看到答案感覺跟自己推理出來的答案感覺之間有沒有差別 有 什麼差別 自己推的答案比較確實 自己推的答案比較確實 那有意思啦 你說自己推的答案比較確實 看了標準答案不確實 對 看了標準答案不確實 看了標準答案不確實 好那就不用看了 你不會作弊的 作弊也白做 因為你不相信他 那我問你 看到自己推理出來的答案的確實感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哪裡 因為自己推理的 自己推理的 純形式的 純形式的 跟未來世界沒有發生互動 對不對 比較確實 對 你 你是不是類似這種感覺 自己推的答案比較確實 還是 還是不太確定 一看標準答案發覺啊沒錯 就這樣 嗯 可能有可能 先推理後作弊 不是啊 看標準答案 他都 對啊 剛好相反啊 所以他讀心理系 你就讀化工系 對不對 是不是因為這個緣故 奇怪 你呢 你們呢 自己推理的答案比較確實 還是看了標準答案以後比較踏實 看了答案之後比較踏實 你看 這個跟性別有沒有關係 你覺得有沒有關係 為什麼女生都是看了答案才踏實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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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真的 跟性別有關 男生男生男生 郭敬遠你說說看 你知道我在問什麼嗎 知道 對啊 就你相不相信你自己推理的能力 他是相信的嘛對不對 你自己推理的結果你比較踏實 看標準答案發覺 不要你答案 什麼 就這樣 是不是這種感覺 你呢 你跟女生一樣 也跟男生一樣 現在我們只有兩種性別了 因為我覺得 剛剛說 他覺得確實的感覺跟那個 我知道他是對的 是不同的感覺 就是 我的 推論就出來了 我跟 我當時看的答案是不同的感覺 確實就是真實啊 答案 標準答案就是真實啊 為什麼不一樣呢 我不知道他推論過程啊 我只知道有個數字就這樣而已啊 那 雖然答案都是出來 但是我覺得 自己推出來的會 才 真的覺得我知道這個答案 但是 看標準答案只是說 我看到一個的數字 然後把插上數字這樣而已 不是 超級是作弊 就是說 你已經有答案 你已經推理過了 靖茹你覺得呢 你覺得自己推理出來的答案比較 真實 比較確實 還是看了標準答案以後 才確實下來 來 可是我覺得這兩個討論好像是不一樣的東西 當然不一樣的東西 否則有什麼好討論 可是我的意思是他指的那個確實感覺好像是他算出來之後然後 假設答案是0 然後回去看到答案發現真的是0的時候 然後就有這種很確實的感覺 即便算法是不一樣的 可是是一樣的答案 可是我跟你講啊 就有這種人啊 這個賴清他是數學系的啊 就有這種人就是 就是他推理出來的結果 數學實際上要求就是你在整個推理的過程 你是獨立的 所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像 我們除了你以外我們幫他講幾無例外啊 幾無例外啊 你讀數學系的話呢 你回答一下終極必殺答案 你講了就算了 你說說看我們也不討論了 數學系是權威 所以你們其他懂個屁啊 來 這個情況是這樣子 就說有一個智慧題目 然後呢 有這種情況 你自己推理出了一個答案 是你自己推理出來得到 就是很認真的推完的結果 你覺得這個答案就對了 這是他的觀點 就很踏實 然後你再有機會看到標準答案 有機會看跟沒有機會看 你看也懶得看 不會增加你的確實感 就是有答案啊 但絕大多數的人剩下的 包含這個資優生都認為說 自己推理出來的還是不會很確定 看了一下標準答案 發覺一樣就很確定 但是不排除 你的推理跟標準答案都錯誤的可能性 對不對 你是哪一種 你看看 聽到沒有 到目前為止 郭敬遠只有你一個人需要實施變性手術 好像 好像女生這個當然亂講的 不過 大家知道嗎 其實嚴格來講啊 這個教育的過程啊 就是應該相信自己推理的能力 至少從Platonius角度來講 我們的理智 我們的intelligibility 為什麼這一點很重要呢 因為intelligibility 你有這個理智推出來答案的話呢 這個答案是整體的 就是你分享到這個真實感 跟這個答案本身就對了 是一樣的道理啊 對不對 你就是因此而參與了宇宙的一部分 宇宙要有真理這一部分 在這個題目上就跟你共享了 你就共享了宇宙 而且你本身的答案也馬上貢獻於宇宙的精神啊 這不是我講的這傅斯田講的啊 真理啊 真理的定義就這樣子啊 這什麼 這我們學校到時候有的郭文夫先生寫的啊 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幾個大黑球一樣那個字 對不對 所以就這種感覺啊 照理說來講 因為是形式上的推理 你當然要在推理當中要有信心啊 對不對 其實這個講 所以說這個是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出現了不一樣的認知呢 因為啊 我們在教育的過程當中啊 讓你產生一種 我在分析啊 接下來我亂扯講演義了 就是說呢 它產生一種對跟錯要懲罰的感覺 對加三分錯的話扣五分倒扣 所以呢有壓力 有壓力以後呢 你就不願意冒險 不願意冒險的結果呢 你不希望自己做思考做判斷 做理智的發揮 所以呢形式上的問題呢 其實已經跟實質的問題結合了 就不是純形式的 其實實際上純形式的話呢 就是達到真理之後 跟對錯有什麼關係啊 對不對 反正真理只有一個啊 對不對 貢獻於這個時候大學於宇宙的精神 就應該這樣幹啊 就現在搞錯了 現在變成你如果貢獻於這個大學啊 與這個科學園區的精神 科學園區要不會犯錯的人 那大家都不敢犯錯 不敢犯錯的人呢 就是無法壓抑自己想偷看一下標準答謝 你看又被認可了 被認可了很高興 至於自己的理智的推理無所謂 就這道理了 這講的是一個實際的關係 所以呢 你看這種知識形態中是不應該包含任何出錯的可能性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從這個觀點我們可以說 Plotinus 而言理智具有一種神聖的性格 不但導致他能夠擁有最高知識也使得這種神聖的知識 視之為根本的存有原則 我每一次講到這邊的時候 我都很想講一句話 在一個很荒唐的環境中啊 數學好的人啊 數學好的人 有的時候會覺得他跟上帝相隔不太遙遠 聽起來這句話有點褻瀆神靈啊 可是從柏拉圖的角度來講啊 他的發展是無獨有偶 就是你相信自己推理的能力的人 其實是充分的展現了理智推理能力 如果你充分的展現理智推理的能力的話 這確實是一種Divine Power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對於數學能力強人呢 除了印度人以外 就非常非常的佩服 應該是競爭對手 非常佩服 原則上來講都非常佩服 所以說這個大家都可以了解到 你知道嗎 那麼 在這種實在之中 知識與存有 也就是知識論跟存有學融合在一起 什麼存在就是什麼是真的 這個知識跟存有學融合在一起的話呢 就是誰呢 就是蘇格拉底的觀點 也是被柏拉圖發揚光大 Moral Intellectualism 知識跟存有的結合 那麼這個就是形上學的基本原則 那我必須強調這個我們是用了一種非常通俗的講法 講出來我們自己的感覺 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都有這種感覺 而且我們也都知道 像剛剛幾個人同學說 要看了表演答案才確定 現在聽我這樣一解釋都知道 這個是有 這個不夠純粹 這個知識的推理過程不夠純粹 為什麼因為想到說 哎呀寧可不要出錯啊 但這裡頭講起來的東西就很複雜的 就是你活在一個很現實的實用主義的社會環境中 你哪裡有突破現狀的膽量跟有勇氣呢 所以這個就是這種勇氣的話呢 就是來自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宇宙觀是發生在這裡 好因此理智的三大特徵 第一個就是整體性 理智是整體的 我們剛剛講的非常清楚 你用理智做演算的結果 做推論的結果 做推理的結果 就是一樣的 那麼這個不說了 那麼所謂的感官世界比感官世界大 就是包含感官世界 是因為理智不會因為時空條件而分散 它就是不佔時間不佔空間 它是一種整體性的 所以在理智的運用當中是這種整體的那種結果 沒有人會 沒有人可以否定這一點 我們的intelligibility 在個人跟整體是一種結合的狀態 所以你剛剛講到很踏實的那種感覺 我幫你做進一步的描述 就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一種 我講的噁心一點好 你做好準備 是一種聖靈充滿的感覺 就是有Holy Spirit 進入你的腦海當中 你突然感覺到 就是all in a sudden you become a part of the whole 對不對 對 你看 這麼噁心的話你也敢說出來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你突然感覺到你為什麼踏實 你覺得說只要你有理智 你就會進行一樣的推理 一樣的步驟得出一樣的答案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generalized 的理性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的想法 我們我跟你講好 我們有的時候會把道德上的概念 用這種方式來表達 所以你只要是人 你在這個時間 在這個空間你就會 你就會做這樣的事情 你不做你就不是人還加一句國嘛 你就不是人 所以有這樣子 但是這個講起來不一定了 為什麼不一定呢 因為在推理的話 整個過程中不一定一樣 可是數學這個 intelligibility 不一樣了 它就不一樣了 它就是絕對的就是這種參與的感覺 所以呢 這個是不佔時間不佔空間的 沒有特定的時空條件下的 不需要罵人的 第二個特徵是部分跟整體的關係 這不僅僅是整體大規部分結合 而是整體本身就隱藏在每一個部分之中 每一個人在運用理智的過程當中 就表現這種精神 理智第三個特徵是 這個換而言之 對Plotanta而言 理智作為一個實體 以及理智所導致行為兩者之間沒有差別 都是這實體的部分 就是你運用理智做推理 跟你推出來的結果是理智運用的結果 這兩者之間是平行的 因為你不得不做出這個結果 只有一個答案 從前到後說從後反推前是一樣的 他們之間是什麼呢 是充分而解必要條件 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是我們可以了解到 所以呢這個對於這個 對Plotinus 來講呢 我們有一種 在Sophis 提到這句 受到柏拉圖的觀念的影響 就是存在、相同、相異、運動、禁止 就是這些最根本的概念 最根本的概念這個是 就是存在、相同、相差、運動、禁止 一些最根本的概念呢 作為一切存有的基礎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種最根本 又最純粹的概念呢 就是說是他們彼此之間呢 基本上是最根本的 也是最不可避免的 也是所有事物發生的基本的原則 就是一種就是事的就是事 相同、相異 最根本的一種範疇事的概念 來做發揮 因此整體而言呢 共同構成了理智 或是使理智成為可能的實體 才會導致進一步的發展 這五種關係應用 才會出現了特別的一個形式 好 那麼理智的整體隱含了如下的概念 理智思想跟日常思想是不一樣的 理智透過非時間性的直覺 掌握到它的對象 以及所有對象與對象之間的關係 好 所以說呢 它這個理智呢 就不會是 不會應用到這個推理或是文字的描述 好 就是說理智本身呢 比較特別 它跟日常的這種應用 是不一樣的 我們日常的應用的話呢 是要考慮到時間條件的因素啦 局部的因素啦 特殊的條件啊 歷史的條件啊 背景啊 可是理智的應用是完全沒有的 完全是這樣子 我跟大家強調一點啊 數學不是只有理智唯一應用的部分 理智部分非常多 可是數學是在我們現今的教育環境中 最容易凸顯這一點的因素 所以它不是唯一的 其實非常多有關正義的討論呢 有關美的討論呢 有關善良的討論 都是一樣的 可是這些因素 其他的因素呢 裡面牽涉了太多 人事實定物的因素 使得我們沒有辦法讓它存化 數學很容易讓它存化 所以我們講得非常輕鬆 就我們拿學生當例子 他會講出我要答案 因為他根本 我說兩句話 他這樣他現在誰我都不認得 他不是要配合我 他就是完全是憑自己的良知 講出理智應用的結果 包含上我們的課 都是一種理智之源 下這麼大雨 那麼辛苦幹嘛 他就是一種 他覺得是對的 沒有特別牽涉到其他的因素 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跟一般日常的判斷是不一樣的 理智思想本身就是它思想的呈現 也就是其他的事物之所以成為 可能的原因跟原型 這個是 這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在這裡 可能我們休息之前 我要把這個話先說明一下 我剛剛講了半天 從太語講完講到 intellect 的時候 很明顯由上到下 這個上下之間 有一種引導的力量 沒有倫理學上的意涵 可是它有一種guiding principle 就是說 這個是一切事物為真的原型 一切事物為真的原型 就是透過理智辨識它什麼形式 你只要能夠用形式說出來 就用語言描述它 那就使得它為真的條件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所以理智比較低層的 所以說因此說一般人的自然現象 或是一般人的思想 只是理智比較低層的展示而已 就說我們每一個 像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講到 特定的時空條件的事物 你不能說人家沒有理性 但是說這個理性本身不夠純粹 它不夠純粹意思 它不夠全面 不夠全面另外一種講法 是沒有跟整體結合 一個沒有跟整體結合的思想 是代表部分的思想 代表部分思想不可能為真 但是它在部分適用的範圍為真 並不代表整體為真 所以說我們就是 讓大家了解到這個重點 我把我們剛剛討論的那個點 作為下一堂課的開始一個基礎 我們同學兩種不同意見 一種人認為啊 這個理智的運用啊 是有天生的差別的 所以呢這個 雖然這個數學推理的結果 應該是整體中的一部分 但是誰能夠擁有這部分 是因人而異 這你的觀點 那另外有一個同學的觀點呢 他的出發點是性別主義 他認為呢這個大家有一種錯覺 認為這個男生數學比女生好 其實我從來沒有這種錯覺 因為我數學從頭到尾沒好過 我心情比較亂了 我有閱讀障礙症 沒辦法坐在那兒 可是呢他認為說呢 他比較接受就是說 既然是整體中的一部分 而且呢 如果說我們能夠清楚的告訴 理智就應該是這樣子推理的話 沒有人可以預先被排除 擁有理解可能性的範圍之外的 我的講法很特別好 我再強調一遍 就是說既然是屬於整體的部分 每個人都參與的是整體 我們也不知道 如何把這些個別從整體中排除 我們就不應該說哪一些人 有這種特權能夠理解 哪一些人沒有特權理解 那我的結論是 前面這位老兄的觀點 比較像希臘哲學 後面這位老兄的觀 後面這位大姐的觀點 比較像基督教哲學 你們可以聽得出這個差別 那Platonus 的觀點 當然是屬於這個後者的觀點 所以這個有差別的 好 那麼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談到靈魂獸物 那這個 在這個intellect 跟the one 清楚的分析以後 大家完全可以感覺到 我們是有靈魂的動物 我考慮了很久啊 有人說他翻譯成心靈啊 有人說翻譯成心智啊 有人說有靈這個字就會造成混淆啊 我就要翻譯成靈魂 為什麼呢 因為我感覺到 現在在經過這一番努力的解釋後 我們離靈魂的距離已經很近了 我講的靈魂是一種哲學上的概念 我們來看看它含義 第一個靈魂是有多重結構性 因為當然嘛 你從這個intelligible word 到 sensible word 就是有不同的結構 另外一個靈魂的有恆性 這是什麼呢 就是靈魂不滅 immortality 靈魂有這個有恆性 另外靈魂是一個獨立性 就是什麼呢 就是它可以單獨存在 它可以集結成為整體 我們現在講的靈魂呢 就基本上呢 是我們擁有那種推理能力 我跟各位強調一個事實 我喜歡用數學能力做例子 是因為這個跟我們現代的生活直接相關的例子 因為我前一陣子我們系上開會的時候 我還寫了一篇數學教育的文化反思 我對這個問題的話呢 就是讀到這個上這個課有這種感覺 但是其實我們的理智包含的範圍也是無限多的 舉凡真善美勝 都是可以用理智做推理 只是其他的這些數學以外的例子 他容易跟形式脫離而進入了實質的地方 任何問題一進入實質沒有答案的 沒有答案 但是數學的推理是有答案的 是這樣子 所以整體而言的話呢 這個靈魂是在太一跟理智相較下 有多元功能的最高狀態 這個我們講 好 多重結構 靈魂整體而言屬於理智的感官世界 以及個別的三種狀態 我們剛剛說過 我們剛剛說過 我之所以有數學推理能力 就是我參與了這個理智的世界 我本身的話呢 靈魂決定了我個人的道德意識 感官世界 然後另外呢 我能夠認知這個物質世界中的椅子 不是桌子 那這個呢 也是一種靈魂的運用 所以換而言之的話 我的認知能力 我的cognitive capability 基本上都是一種靈魂的運用 所以它是屬於這種 不同的狀態 多重結構 那麼靈魂透過身體展現理性 如果不透過身體的話就沒有理性 所以換而言之的話呢 靈魂是主導我的身體做事的原則 我們稱之為理性 這個是道德理性也好 就這樣 靈魂是介於感知跟材質高低差別的 這個結構狀態 就是我們 能夠透過靈魂的運用 決定感知的世界跟物質的世界之間的差別 是一種高低的關係 好 那麼 感官世界本身是由材質所構成 其中包含非生命體一般生命體 靈魂作為一個概念散布在三種世界中 也因為這個緣故 靈魂展現出 這個多重結構之外呢 靈魂也是一個整體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就是說大家會問 我剛剛會問 一個被你忘掉的人 經過仔細的提示以後想起來了 那這個人在你想起之前在哪裡 那我們只能夠說 它存在一個沒有被想起來的世界 讓我們說所有被我忘掉沒有想起來的世界 共同叫做X 它存在X世界裡頭 有沒有這個X世界有在我脑海中存在 所以的話呢 它本身有一種共同存在的可能性 所以說是一個整體 所有的個別靈魂也能夠展現靈魂整體的樣貌 因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講的喔 就讓大家了解 也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感官的世界跟理智的世界是相通的 為什麼 個別的靈魂所做出來的事物 像這個同學剛剛所講的 它跟我們整體靈魂所表現的事物是一樣的 就是理智的一種展現方式 這是完全一樣的 它為什麼會覺得說自己推理出來的結果很踏實 原因是 剛剛講了 用聖靈充滿講起來有點像傳教 它其實意思就是參與了整體 它覺得說你只要是有智慧 你得出來答案就應該是這個 只是它認為說少部分人擁有智慧 不是每個人都有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 所以呢 這個這種表現靈魂反映了帕特那是兩項原則 靈魂是理智世界中的成員 這個世界本身就是個整體 我們剛剛已經解釋了非常多 現在迎刃而解 大家感覺到說 原來我們活在一個處處充滿靈性的社會當中 這個當然是你這個整個世界中是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靈性 所以對於這個 這個外在世界的生命各方面 要有尊重 所以靈魂的永恆性 多元性永恆性 第一個 這個靈魂屬於存在的生命 我說過作為理性的方式 這靈魂在沒有存在沒有中斷也沒有外延 就是它不會因為生命的終結而終結 靈魂等同於貫穿多種生命的方式的集結 靈魂在使感官世界成為可能的同時 不斷的展現它與生命之間的連結 這個連結的關係 那麼我們就可以知道 如果 否則的話 請大家注意 靈魂有三種性質 第一種性質 是每一個人的理性展現的方式 個別的靈魂 然後第二個 靈魂跟靈魂之間 有一種共同的形式上的知識 我們可以這樣講 我們講的哲學中 哲學家講的每一句 普遍意義的 全稱命題 都是一種認知的結果 心智認知的結果 比如說 沒有人願意活在被欺騙的環境當中 沒有人願意活在虛假的愛情裡頭 沒有人 我曾經問過一個人 我說好像在班上問過 說一年只說一次謊可不可以 想一想還是不行 一年說一次謊太多了 三十年只說一次也不行 所以我感覺上 就是要保持一個完整的人的不容易 因為要求是百分之百 然後沒有人願意活在不公不義的環境裡頭 這個也是 也是說這個不公不義的環境說 我享受到 然後讓你 享受的人都不願意 追求公平的感覺 即使是很天真浪漫 沒有人會去愛一個自己本身很討厭的東西 矛盾 被強迫也可能 但是沒有 沒有人會尊重一個自己認為很熟悉的東西 當成神來膜拜 拜 拜本身一定是神聖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真善美聖都有靈魂展現的方式 這個跟我們生命的連結 靈魂的這個獨立性 這個永恆性、多元性、獨立性 靈魂跟感官世界到底是一體還是有區別的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不太好回答 所以也顯現了Plotinus 系統的完整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想看 Plotinus 如果只講靈魂 不講的 intellect 的話 那麼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那靈魂代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這個 intellect 誰講的 active intellect 是亞里斯多德的觀念 nus 這個字 這個概念說什麼呢 說我們理智的世界告訴我們 這個世界必然是一個整體 所以是這樣子 所以說呢 我們靈魂如何能夠在導致支配 以及賦予感官世界 以生命的同時 卻本身不會分享了外言的本質 這個問題的出現我之所以沒有 特別強調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其實 很多人 會有這種想法 會覺得 這個 就是說 好像這一個人 他這個精神 他人不在 他精神會長存 這個 我們這邊最近都取消了 前一陣子 前幾天我跟一個大陸學者 他一定要跑到我們那個 管院旁邊有一塊牆壁上面寫 反攻大業必成 這個有一塊招牌三民主義什麼的 後來說 哎呀 他 拆掉了 他覺得好可惜 他覺得這種歷史要留下來 我說留下來 這種歷史的話 就只有 大陸來的觀光客會站在旁邊拍照 當笑話看 可是我跟你講 這種這種精神性的這種東西 這種性的這種 大家彼此之間 都會認知就是說 某一些人啊 某些觀念 他人走了 但是他精神留下來了 但是這種精神留下來什麼 什麼狀態 靈魂如何在外延不同 運作的同時 會不會在空間上依照不同的部分 驅過出各式各樣靈魂 就是說我們會覺得說 既然這個靈魂的精神屬於某一個人 這個 我累了 就是講這個舉一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兩岸之間 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 因為我剛去湖南留學回來 我就注意到 我們這裡貫徹了這個 蔣介石精神幾乎是零 我根本不知道他的 就是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親耳聽過一個課 就是一個老師 就是問 就是問到這個 學生蔣介石的時候 學生一臉茫然 那個老師更妙他解釋說 好了無所謂了 這個講到這個名字呢 你就想到孫悟空一樣 都是無關緊要的例子 還很認真的講 其實我感受到 這個很有趣就是他這個 個人精神就完全不成 可是在韶山我 到了這個毛主席故居 哎呦怪怪 那可看到了那個 個人精神這個全國貫徹 我這話沒有誇張啊 你湖南人你知道啊 哇那個什麼 就是說 我們真的是不了解 但是我在面對這個 遠距教學就不多仔細講了啦 但是 我只記得 我受到一點感召 就是他那個精神非常厲害 所以我帶了一個五星帽回家 回家我太太幫我收拾這個行李的時候 講說 啊 死鬼啊 你不想活啦 我跟他講說 你現在要稱我同志 開玩笑 所以我覺得那個精神啊 有些個人精神 會讓我們產生疑惑 我們這個講好聽呢 叫做領袖長存 這個我們很熟啦 領袖精神長存 講難聽的叫英魂不散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差別 所以呢在這個 有關於這個Platonus當中 也討論這個問題 有沒有英魂不散的問題 所以呢這個這些問題呢 他那個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這樣子 靈魂整體存在身體的每一個部分之中 而這種存在的方式 使得靈魂不必面對分割的問題 整體的存在靈魂在行上學的地位 不同於空間中的存在 所以這個是一個 一開始一個理解的重要就是 柏拉圖那個光照的問題 那個光 就是說我們能夠看到彼此 是因為光 如果這個電燈啊 窗簾拉起來我們看不到 那這個隱喻非常好 就是說因為光照的感覺 使我們我們本身看不到光 只看到對方 而這個光的話呢 卻是它不存在我們不可能看到 所以光強光弱光 使我們看到對方的光是一樣的光 部分就是整體整體就是部分 這個比喻非常好 所以它整個系統 是有它的這個結構的 那麼是因為靈魂的存在 使得我們能夠看到 無論如何呢 這個是用來解釋理智世界跟感官世界 這些解答的主要關鍵是透過感官世界 來解釋理智世界的過程當中 並不需要理智世界在感官世界當中 佔有實際的空間位置 這是重要的 好 那麼材質的話呢 是一個最底層的一個概念 那麼大家都可以了解到 就說我剛剛說過 材質 matter 最底下的 跟這個 the one 他們的形式上 純形式上來講是相反的 可是意義上是一樣的 都是不能夠被描述的 都是獨特的 都是存在一種被理解的對象 那麼太一是一個完整跟完好的概念 所以沒有辦法用任何正面的描述來它 材質正好相反 是一個完完全全不真實缺乏存在的概念 只是存在於潛在的方式存在 所以就是說 材質它的存在的方式是potential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花了時間解釋 我說這個教室中有無限多的東西 你的理智做形式上的判斷 只能告訴你能夠看到的東西 你不能看到你不能看到的東西 所以材質本身來講的話呢 它的存在是透過我們 the sensibility 再加上我們 intelligibility 運用在外在世界中而出現 那這個觀點 這個觀點 這個觀點 這個觀點就跟柏拉圖的想法是一樣的 柏拉圖想法是說 這世界存在的東西我們不知道有什麼 但是我們的idea 我們的idea world 使得這些東西存在像光照到一樣 跟剛剛前面講的例子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材質包含了特性 第一個改變 第二個是個體的形式 這個材質是個體形式轉換的主要原因 第三個物理對象或是個體 由材質與形式的組合而形成 材質本身不會改變 只是讓改變成為可能 這個形式組合 這個材質與形式的組合產生了轉變 它本身是什麼我們並不知道 所以這個也是 這是很特別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在哲學界的討論中 從來沒有人願意 真的會去花時間討論 事物的本身 可不可以被知道的問題 我們預設事物本身存在 但它本身是透過 有的人是講求理論啊 有的人是講求語言啊 描述啊 有的人是講求各式各樣讓它存在 但是沒有什麼東西 它的本身是可以被發現的 是這樣的情況下 好 那我們之所以能夠理解材質呢 成為可能當然是來自於理性的判斷 這個理性就跟我們的理智是一樣的意義 那麼 材質不同於質量跟空間是完全不可決定的 也不帶有任何形式 材質卻是個體在空間外延的原則 就是說我們之所以能夠 我們看不到靈魂是因為它沒有外延 但是材質本身的原則是能夠外延 是使得我們能夠觀察到它的原則 那麼是一個解釋原則也就是說 我們需要透過材質來解釋說明多元性的必要因素 那麼材質的本身不是存在的原則 所以像我們舉這個理由 拿那個David Hume 的概念做理解 這是一把椅子 和諧叫椅子 拆開的話叫實體跟短棍 以前我在讀國中的時候我們老師打人 就是用差不多這麼長的棍子 然後我們那個這種棍子短短粗粗的 然後那個老師自己啊 那個老師好像家庭不是很快樂 這個每一次遇到打人的時候都是面無表情 那我們到了冬天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覺得很可憐 我就印象中想到這個棍子 所以我每次看到這把椅子 好像變得好多打人棍子 我還記得我們老師一開始 我們老師一開始用的是一個藤條 藤條很好 藤條那個老師很用力 打不到五六個人 藤條就斷了 剩下幾個人老師就大罵說 你們剩下幾個廢物不要浪費我力氣了 就把那個剩下大罵 那我剛好通常都是最後面幾個 就樂得逃過了 後來有一次我們同學打撞球 被老師在撞球間逮到 老師就拿了半截撞球棍來打人 哇那個從此就沒打斷過 很可憐 那個最低分位打得很慘 所以 好了 我解決歷史幹什麼呢 不是突然想到小時候被虐待的事實 而是說每一樣東西有可能繼續被拆解 它的質料材質是一樣的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們不知道 合起來叫椅子 分開的話叫打人的傢伙 再分下去的話叫木屑 木屑的話還可以生火取暖用 每個部分不一樣 材質本身都是一樣的 但是人的形式改變了它就這個意思 所以呢材質本身並不存在 好 那麼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就介紹這個整個表格中的部分 來來你做代表 你做代表講幾句話 我覺得剛剛講到理智的特徵是 就是現代人權的假設啊 就是現代人權的概念是從基督教那種 在上帝下面大家都是上帝的主人 所以都是平等的就是兄弟姊妹 然後告訴你到每個人都有一樣的可能 然後所以整整平等的人都有一樣的權利 這是他的觀點 然後呢 所以我覺得 就是這種概念不是憑空而來嗎? 所以就是在那個 有人會以這些東西方插業 而做為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 國情不同來做 文化不同 國情不同 傳統不同 對 來做 好像東方人沒有人權的這個說法 其實可以 哦 敏感話題啊 甘涉內政啊 你們要準備反應啊 好 若不講評的話 請問這裡說什麼 唉 所以啦 我早就料到同學有這種反應了 這個就是我要的答案 所以我剛剛先講他們兩個的觀點 都對都不對 為什麼?因為我們在真理只有一個 兩個觀點不同 就都對都不對對不對 他剛剛的觀點是 人有天生的知識上的不同 對不對 從這個數學看得出來 他的觀點是人沒有天生知識上不同 那他比較認同是說 聽完這個系統以後的感覺 感覺上人人究極應該是一樣的 因為整體人人是整體的部分 對不對 如果按照這種講法的話 這個系統的應用原則 你這推理稍微快一點 不過也是正確 就這也解釋了為什麼 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傳統當中 會有這個人人都是上帝所創造的 所以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 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對不對 就有這樣的應用 然後那個教會的制度呢 純粹只是幫助人人平等 往前進一步的實現 而不是讓這個神父吃好的用好的 對不對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生活中 那你講的觀念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蠻好的 確實是一個重要的核心 因為啊 因為這是一個完整的系統 這是一個完整的系統 我覺得 我不曉得你們聽懂不聽懂 但是這個問題已經直接是有針對性 你們既然是這個 這個有針對性的嘛 對不對他也知道嘛 雖然大家長得都很像 但是腦袋中的東西就不一樣了 還有什麼針對性呢 他的意思是 我幫你講的稍微圓融一點 Platonus講的是一個完整的系統 這個完整的系統當中 包含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說你接受跟不接受 你都必須要接受 因為它很具有說服力 經過我這樣子的這種 這種蛇菜蓮花的解釋啊 大家感覺到說 這個蓮花就是出現了 就在我舌頭裡頭 意思也就是什麼呢 意思說 如果這個的確是我們經驗中的一部分 如果這個的確是我們日常生活中 可以感受到的一部分 如果這個的的確確就是我們在運用理智的過程中 賦予世界意義的過程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整個系統必須要接受 如果你接受這個系統 就會說人 所有的人 的確都是這個世界中的一部分 我提出這一點 我跟大家強調很重要的觀念 我看了那個林肯那個電影的時候 我自己一直不斷的問自己 為什麼他會肝冒大不會 質疑要做這個憲法的修正 而且甚至不惜發動內戰 你看 我後來給自己的答案是宗教的 為什麼我給自己宗教的答案呢 因為宗教的答案 像我們現在理解 我們在理解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今天當場討論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一個精英的大學 裡面的話數學好的人 大家對於數學的能力有兩種不同 截然不同的認知 所以我們會接受某種能力 人跟人各異 所以我們會一直不斷的解釋這種 宗教中絕對平等的精神 可是有的時候 有一些人 如果他很相信 這個宗教上的理念 尤其宗教中的理想哲學理念的話 他會做出非常非常堅決的態度 我必須坦白講 絕大多數因宗教而做出的決定 都是非常非常冒進的 絕大多數 但是呢在這個例子當中呢 卻是有一個很直接的態度 這個直接態度就是說 有的人是要做出一種人人平等的應用 強調人權的觀念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並不是什麼人權的代表 美國是林肯以後 林肯以後 才從一個沒有人敢去的國家 因為我們非白人怎麼敢到美國去 自動就變成奴隸誰敢去 對不對 那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 變成一個完全依法行政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你講這個例子 我稍微做一點長遠的發揮 就是說有一樣道理 這個道理每一個人 如果我們剛剛用那個問題 說你針對人未來世界的規劃 你自己推理出來的結果 當然社會思想裡頭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沒有機會讓你看標準答案的 那你如何知道你一定對 哇我的天啊 這個問題就太複雜了 這個問題太了不起了 你怎麼知道社會主義革命一定對 你怎麼知道 對不對 我每一天啊 就在看那個救治度與大革命 托克國人後悔的鑰匙 就說為什麼這件事情 為什麼有一些人就光靠一股熱情 就知道進行這個社會改革一定對 所以同學這件事情可是腦袋落地的事情 這個Platonus的這個系統當中告訴我們 這個intelligibility 在intellectual world當中 我們做出來的判斷 你只要是感覺到你部分跟整體的參與 就像數學一樣 所以你剛剛講那個問題 你自己感覺到你對 像你們兩個這個數學好的人 這個這種想法 只是表達你的自信心 就是推理 但是你在表達的時候 我如果做更進一步的問題 回答你那個問題的話 就是說我們來想一想這種情況 就是說你在做這個推理的時候 得出答案 你相信你很踏實的時候 請問你的依據是相信自己 還是相信一個客觀的理智推理過程 那這個性質就很不一樣了 如果相信自己是很茫然的 你為什麼要相信自己 很茫然 就相信一個客觀的理智推理過程 那個就是有很重要的依據 就是我們可以講說 在整個領肯進行社會改革的過程當中 廢除奴隸的制度的過程當中 他是相信自己依照一個理智推理的過程 才堅持 你知道我為什麼特別強調林肯的例子 他做了非常大膽的決定 第一發動內戰 而且在美國發動極其慘烈的內戰 而且故意拖過一個整個這個競選連任的時期 要獲得人民的mandate 從不佔什麼優勢 然後用很多的方法買通濫權 賄賂貪污 然後取得法案的通過 所以這裡面所有應用的方法都是 所以大家產生那個道德上的一個真空狀態 人家講說十六世紀最偉大的法案是在一個最清 最乾淨的人身上通過 透過最骯髒的手段通過的一個最偉大的法案 這個法案就建立了美國的今天的法治精神 所以以我們現在來講 如果林肯是我們的總統 我們一定把他罵死了 濫權啊貪官啊什麼的都講 所以這個 Intelligible world 裡面所做的判斷 真的我覺得講到這個人權的問題 極有可能是Plotinus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延伸 一個進一步的發揮 我想不出別的方法以後 為什麼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斷過程 答案是考試制度 因為考試制度發覺too much at stake 籌碼太多不敢壓下去 不敢相信自己的 intelligibility 不敢相信自己的理智 的這種問題 才是我們 這個可以說是對症下藥 所以我覺得這個觀念很好 就是提到這樣子 來同學還沒有什麼其他的想法跟看法 好沒有想法的話 我們把柏拉圖這個四個區分說一下 第一個區別 第一個區別就是 Plotinus 有非常完整的系統性 柏拉圖本身呢 沒有系統性 柏拉圖的system 都是我們後來歸類出來的結果 柏拉圖從各種觀點 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看到 所以呢 Plotinus 提供了一個一元圖像 所以在Plotinus 才有系統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是 就是說 對於這個 超越柏拉圖的地方呢 就是對太一的承認 對柏拉圖而言 所謂的太一呢 這個有關於太一是重要的觀念 但是呢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the highest intellect 對柏拉圖而言 就是完完全全存idealized 在理想世界中的最高的概念 the idea of good 是不同於其他較低者 關鍵在此 可是呢 Plotinus 呢 將太一的位置提升到超越所有範疇 跟存有的系統之外 同時主張 太一對於其他的存有沒有任何 立即而且直接的影響 我跟大家剛剛講得很清楚 太一是一個我們必須要做的預設假設 讓這一切能夠存在 能夠成為可能 所以是這樣子的一個關鍵 這個是跟不一樣 那麼第三點的話呢 就是大家也聽得出來 就Plotinus 呢 因為柏拉圖的思想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人的那個展現的這個道德有一種向上提升的一種階層關係 這個我們經常提到Symposium也好 聽到Republic也好 提到這個Feders也好 很多的觀念呢 就說 我們嚴格來講 蘇柏亞所帶動的哲學是一種倫理學士的轉換 就是把道德的議題放回自然的議題 然後這個也是讓我自己很感興趣的一點就是說 這個道德變成了哲學討論中的一個核心 可是Plotinus 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這個問題 他不再對人類行為的道德意義做出倫理考量 他只做出什麼樣的考量呢 他只有說這個向上性 層級區分 請大家注意一下 對柏拉圖來講 非常非常重要的精神是延續了蘇格拉底的道德知識主義 Moral Intellectualism 我們在這個 所以他會舉出說人啊會犯錯啊欲望啊等等問題 可是Plotinus呢 他這個完整的系統當中呢 沒有特別講好壞對錯的問題 基本上是一種存有學的觀念 我們存在的狀態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 那麼 柏拉圖的靈魂跟心靈需要透過道德跟理智的訓練才能夠獲得進化的可能 所以求知的過程 必須的過程 來實現的目標 那麼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觀點也一樣 美好的價值存在於形上學以及物理事在思潮 這些只有可能發生在現實之中 Plotinus的話跟這兩者很不一樣 他超越了一切態系下從知識與愛的結合看到靈魂的最終行動 就是說這個知識是我們理智的表現 愛的行動是一種秩序的展現 就是他不會是混亂的 除此之外我們沒有任何進一步的描述的可能 我跟大家強調一點啊 這一點有什麼重要意義呢 這點的重要意義是說 如果說把倫理學的這個考量放在裡頭 認為什麼是好向上發展啊 或是追求某一個做極致的目標 如果是這樣子的發展的話 往往會出現一種教條化的可能性 有明顯的這種感覺 它是什麼 什麼是好什麼是善代表什麼 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講 如果只有系統化知識 而沒有進一步強調倫理學的討論 真的是一種進步的表現 這個我自己個人啊 私下有一些興趣啊 我後來我有段時間跟一些法國哲學家接觸 大家越來越相信 這個有關倫理學跟美學的東西 可以慢慢聚集在一起討論 就說倫理學的問題很複雜的是 我們面對一個行為 沒辦法判斷是對是錯 任何行為都沒辦法 尤其是你在不同的社會環境當中 看到了完全不一樣的故事 心裡會很驚訝 不知道是對是錯 但是有一項判斷的標準是 你在整個系統中 判斷它的價值 這個是談它的價值 所以說 這個Platonus在這個問題上來講的話呢 這個就是很不一樣 這個最終行動可以在精神中實現 這個觀點中 Platonus展現它的宗教特性 這個宗教特性中是展現在這裡 第四點 就是說Platonus Platonus的宇宙完完全全是精神的 它第一個清楚說明精神跟物質對立的哲學家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那麼這個強調這個對立關係同時呢 這個部分我們都講過 但是 因此我們可以說Platonus的系統不但完整 而且呢它是一個唯心的系統 它是一個以認知為主 那麼都是精神的實在 這些實在的心靈就是他們的思想 這個是 那麼這個是跟Platonus很不一樣的 對於Platonus而言呢 很多事物包含了精神跟非精神的部分 非精神的具有隱晦存在的可能性 我跟大家說過 這個講的Platonus系統當中呢 最重要的觀念是我們都知道 所有的事物有光照到就存在 因此表示什麼 所有的事物本身都有存在的可能性 是這樣子 但是對Platonus來講的話呢 就是非精神的實在是不可能的 意思就是說材質世界是虛幻的 並不是說材質世界虛幻 就所有的實在都是精神實在中的一種 無論是以心靈狀態還是以思想的方式呈現 就包含材質 所以我在這個做這個準備的時候呢 我特別在Platonus旁邊呢寫了一個 是不是像 Berkeley 的 Idealism 這樣的觀念 就是說 一切的事物都是以精神的方式存在 好 那麼這個是精神是為主是 好 我們今天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就是如何從這個 新柏拉圖主義轉到基督教哲學 從今天這個投影片上的內容做開始 好 那 最近啊 呃 今天才禮拜三嘛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我這個禮拜一呢 呃 我們請了復旦大學的一個哲學院院長 孫向辰來講一個Civil Religion 這公民宗教 不過很可惜我在國會開會 我趕回來的時候 沒有 沒有這個 聽全部的演講 不過這個演講內容我很熟 因為它這個Civil Religion 的概念 一聽就是 盧梭的概念 我在這方面下過 下過功夫 我剛講我 我下的功夫就是半條命的功夫 所以 我的感觸很深啊 那他講這個東西 後來我們就整天再一道聊天啊 交換經驗啊 我跟大家講這個是 讓大家了解到 我要說的一個部分啊 等一下大家就會了解到 那另外的話呢 我昨天就 陪著他這個去 拜訪了婦人大學哲學系 那因為 因為這個復旦原來也是耶穌會的大學嘛 然後到了婦人大學哲學系呢 那個婦人大學這個 丁芙寧修女的這個 劈頭第一句 就是這個 基督教哲學如何從希臘哲學過渡過來的 我好幾次按捺不住想舉手 我有標準答案 Platonus 你有Platonism 那 這個丁芙女呢 他當然我沒有必要在這邊幫丁芙女做廣告了 不過他說呢 他說 我們論證上呢 最基本的原則是可以論證到自然神學 natural theology 那比較困難的地方呢 是更進一步 基督教的神學 所以我講這兩件事情呢 因為這兩件事情呢 每天環繞的在我身上 跟我們今天的課程就息息相關 我要做一個重要的準備啊 就是 我們先前 我們先前 如果大家都記得的話 我說 所有 Platonus Neo-Platonism 就新柏拉圖主義 所講的內容 完完全全是我們今天在日常生活中 21世紀2013年5月8號 當下都可以感覺到的內容 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哲學才是活的才有意義 而不是一個神學 而不是一個超自然的現象 我大家都記得很清楚 就包含你在內 包含這個同學覺得天氣熱啦 換衣服啦 什麼等等這些都在內 所以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一定要能夠具體的呈現 這個 新柏拉圖主義所講的那個 目的跟我們現在的生活之間的相關性 我們要呈現這個relevance 這個相關性 那 我先跟大家呢 系統性的複習一下 這裡面的內容 然後我進一步的解說 然後再說 這個公民宗教跟自然神學 就是 跟我們現在所講的這個 新柏拉圖主義之間的關係 我做一個解釋 我這個解釋呢 只有一個目的 就讓大家了解到 大家了解到我們現存的生活中 對於這種超越啊 對於神秘啊 對於 甚至於宗教上的這種期待跟需求是 是不但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是合理的 就是英文叫 understandable and reasonable 好 那麼 這樣子的話非常好理解 就是你現在生活當中 我們這個系統性的理解呢 就是我們有 基本上好 我們有這個 五 五個概念 也原則上講起來 我把它壓縮成四個 四個概念 一二三四五 五個概念 然後 我們把它透過四個不同的角度 來理解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一步的說明 我們對於civil religion的期待 我們對於自然神學的詮釋 以及對於神秘經驗的這種銜接的關係 好 然後我再加上一點我個人的感覺 我們這個第一個小時是做這個解釋 然後就等於 把這裡面 就是Platinus 哲學系統朝向基督教哲學 發展的這個位階把它做個釐清 然後再進一步 我們今天要上是奧古斯丁喔 所以我上個禮拜 故意留下這個部分 因為奧古斯丁是奠定基督教哲學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基礎人物 尤其是 他是個體制內的人 而且他有思想上的轉換 我要講的這個五個概念的話 基本上就是太一 理智 靈魂 然後個人的靈魂到材質 這個是我們上個禮拜講的這五個概念 然後這五個概念當中呢 我要從這個四個角度 第一個就是存有學的角度 ontology 這個存有學的角度 什麼樣是存在成為可能的條件 這個存有學的角度 這是一個關鍵的發問方式 如果大家覺得說 眼見為憑的話呢 那就沒有存有學可言了 因為你的看了 看這個動作 就已經是使了一些存在的可能性的話呢 那麼就沒有哲學討論的空間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倫理學的層面 倫理學的層面呢 就是受到柏拉圖的影響 當我們對於一個事情有存有學上的優先性的時候呢 它比較 它存有學上有優先性的時候呢 我們賦予它比較高的價值 這個 ethical value 我覺得大家如果記得清楚了 我們在上柏拉圖的這個饗宴篇的時候講說 為什麼我對某樣東西會有愛慾 那我一定是因為我對東西有愛 那愛的話我會有好 覺得它好 覺得它好 原因是因為這個好它符合了好的理型 符合了好的理型的話呢 如果好有這樣誠實感它會有最高的好 the highest the good 所以說倫理學的基礎 也在這個存有學的優先性之間 有一個共同表現的方式 那另外的話呢 還有一個就是目的論 就是說這種存有學的優先性 這種倫理學上的這種向上感 然後它最後呢進一步呢 會直接的展示成 我們存在的一個目的 就是為了 就是一個共同的目的 就是這個是完全的一個 一個目的性 就是說這個teleology 這個目的性的概念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是這個 我們在這個 從了存有學 倫理學 目的論之外的話呢 我們還有一個 這個共同來講 就是說這些是一個思考的對象 這是反思性 完全是反思的結果 那我現在講這四點呢 把前面的五個 太一 理智 靈魂 個人的靈魂跟材質 然後透過這個倫理學 存有學 倫理學 目的論 以及這個思考性 這個共同的話呢 放在大家可以發覺 每一個部分呢 都會從這四個角度來解釋 然後呢 我們得到的一個感覺呢 就是有一種 有一種向上性 有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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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的話 就是有一種向上性 就ascending 向上性 然後那個 在個人身上的話呢 就很明顯的感覺 個人呢 是有三個部分 個人 每個人現在 就有三個部分 就是說我個人呢 我有身體 我的身體的話呢 這個 年紀大了 就常常覺得筋骨痠痛啊 什麼這些 走樓梯啊什麼的 我現在這個 晚上的運動啊 我穿得跟變形金剛一樣 腳腕手腕 就感覺到身體 可是我的意志力 我個人的話呢 我的意志就是我的這個 organizing的這個能力 所以靈魂的部分的話呢 是 我個人的 他決定我跟別人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 我所從事的事情呢 跟大家共同的理智上來講呢 就是一個active intellect 比如說我做了學術工作啦 我做的這個教學研究服務啊 各方面 都很自然而然屬於一個整體 這個很自然 因為你做事情 人家會問你嘛 人家會問你說 你做這個事情 像我這張人家會問說 你現在做這個決定 對台大哲學系有什麼幫助 那我答案是 這個對哲學系有什麼幫助 跟我是不是系主任 不能說沒有關係 但是我原來就是做這些事情 我就是這個系的一份子 這個一份子 being a part of it 就是我們講的一種 集體靈魂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理解的 所以我給大家先做這個介紹 然後同學們就會比較理解 我要講什麼 然後我這一切講完以後呢 那麼我們那個思想的工作不會停滯 我們會更進一步的有一種聯想 就說 我剛剛舉的那個例子很好 你憑什麼說你是台大哲學系的一部分 這個不是一個員工證的問題 也不是一個你有什麼貢獻的問題 也不是你是不是這個 也不是你活著的問題 你永遠是這個系的一部分 我不單是台大哲學系 我是台灣的一份子 我是我是我以前不同單位工作過 我永遠是某一個比我大的單位的一份子 那你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呢 你為什麼強調你是一個大單位分子呢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的話呢 太渺小了 我一個人的話 沒辦法解釋我的目的性啊 沒辦法解釋我的這個思考的這種聯想 沒辦法解釋我 我為什麼做一個好人 做我倫理上的價值的富裕 我沒辦法解釋我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存有學的優先性啊 沒辦法解釋 可是我我的經驗層面有這種強烈的感覺 我的經驗中有強烈的感覺啊 像我如果講說 我說 就我們很難想像 有一個人 大家都會覺得說你侮辱我可以 不能侮辱我的家庭 你罵我可以不能罵我的父母 為什麼會講這個話呢 因為感覺上這個父母就超有個人 超有個人的這個賦予這個存有學的優先性啊 這個在我們日常生活 所以我刻意的 那在解釋這個很複雜的神學概念以前呢 我用日常經驗來做解釋 然後呢 聽到這個最後這部分大家就發覺 這個為什麼公民社會中一樣要有宗教性格 才有可能存在 那講到這一點的話呢 我就我就會 我就會 完全從這種Platonus的觀點來解釋 一切的 所謂的公民宗教就是說你不打宗教的招牌 但是你幹的國家主義 基本上跟一個宗教沒兩樣的事情 這個我們很多人都經歷過這種經驗 然後另外的話呢什麼叫做自然神學 就是你原來是講的體制內的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的神學 最後你把它降為一種 類似這種Civil religion跟公民宗教的意涵一樣 所以我這以前就是在思考的問題 大家大概已經可以了解我在想什麼東西 講什麼東西 然後你們只需要做什麼事情呢 你們只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 現在開始抱持了極度的懷疑的精神 極度非常懷疑 非常懷疑怎麼可能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我們都我們科學這麼發達了怎麼可能還有這種 這種超超超超越這種感官的這種力量 而且在我身上運作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我絕對不相信 要抱持這種懷疑的精神露出一種很 鄙視老師那種感覺 也在幹嘛 第一個要這樣這樣的話呢 我們才有一種一種對抗的感覺 才算是做哲學討論 如果你就聽了好像在聽很美麗的故事的話呢 我其實不是說故事人 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就是 就是你如果在整個我講的過程當中 沒有辦法提出懷疑的話呢 那請你喔 就聯想到超越這個層級 聯想到一點神秘的經驗 這神秘經驗並不複雜 就是國家主義領袖個人 服從這些觀念 就是在你 我再強調一遍 國家主義個人領袖服從 是我們小時候碰到那個 蔣介石像念的 我看你們在大陸也沒少念 這個 就你記住去看 就是這個東西為什麼在我身體中有效應 這種神秘的經驗 就是沒什麼道理的 國家國家 在我這個歲月當中 大家都換國家 我這個朋友 我這個朋友這個 還大陸來的人 四本護照 看到我都好高興 跟我講他有四本護照 變成四國人 就是 但是為什麼他還很明確的 有這種國家主義領袖服從這種感覺 所以大家只要做這兩件事就好 一個是懷疑 另外就是說如果你不懷疑 你就一定要承認你有神秘的經驗 或除非你 那當然我不排除還有一種虛無主義者 那這個就沒辦法了 好 對好 所以這個首先是 我們現在強調就是說 如何從Platonus 觀念發展到基督教哲學 我順便補一句 我現在講 我每次在這邊上課 我已經是死了這個連續性這條心了 就是說我每次講的都像是你 就是今天突然剛從石頭裡出來你也聽得懂 我以這個為訴求 不需要背景 不需要背景 就你個人經驗 就不需要背景 就是你完全用個人經驗來想就好了 因為我 我 好 我 你還是知道什麼是太一了 首先我們從太一講起 太一呢 為什麼我們從太一講起呢? 其實它是對稱性的 對稱性的 如果我說 最高的是太一 最底下就是材質 matter and one 那麼太一呢是剛剛那四個原則 我再強調一遍 存有學上的優先性 倫理學上的最高價值 然後這個 絕對思考上的對象 然後目的論的最終目的 這四件事情 那這個對稱的話 我們不一定要從太一講起 我們可以從材質講起 只是材質是完全顛倒過來 大家有個對稱的感覺 材質是什麼東西呢? 材質是顛倒過來就是說 比如說存有學上它可以不存在 它是依附的 它沒有這個存有學上沒有優先性 它完全依附性的 然後這個倫理學上來講的話呢 它根本就不代表任何價值 完全是 如果不是惡的話呢 就是它是一種罪 一種惡 一種使得我們發生錯誤的可能性 因為我們現在有罪有惡的話就是說 比如說 抱歉我生活非常簡單 我們唯一的惡就是情慾 就是看到身體跟靈魂啊 所以我 可是一大早講到這個 因為我沒有做過什麼壞事 不存不喝酒 就是唯一 比如說 我承認啊 我偶爾亂看一點影片 就是情慾 我承認我有這個 這惡 如果我身體都沒有的話 如果沒有身體只有 只有思考 我在創作的時期 我就沒有 沒有這個 第一級的一念 我承認我有一念 因為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 但我相信你們有了 就我承認了 就這樣 所以說這個 這個身體是完全是導致我犯 犯錯的原因 所以在倫理學上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 一個導致我犯錯的一個價值 我 事實上我現在很忙啊 我感覺上我其實過得跟生女的生活差不多了 那個 我 這個 我細節都不講了啦 反正我就 就是 生活這已經 已經就是非常 intellectualized 所以犯錯的可能性 不會太多了 但是還是有 就是因為身體害的 否則的話就絕對沒事 就如果是 pure intellect 就沒事 那另外的話呢 在這個目的上來講 我的目的是把身體甩開 我要朝向這個思考 然後最後一點非常重要就是說 這個材質不是我思考的對象 材質是讓我 讓我的靈魂有被限制 因為如果 如果不是因為材質限制了我的靈魂 本來每一個靈魂都應該是純正的嘛 那因為身體嘛 所以導致這個 大家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一念 我 我因為我 我生活很單純 我沒有什麼壞事可言 我唯一壞事就是身體害的 如果身體都沒有 我根本的壞事 我就想不起來我會做什麼壞事 就想不起來 所以我講的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也非常好了解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所以我講 從這個太一介紹起 我介紹大家是一個system 一個對稱的 太一 材質 理智 就是個人的靈魂 靈魂在中間做一個銜接的位置 所以大家先搞清楚 就是說 基督教當中 充分的運用這個系統性的概念 這個系統概念是非常好理解 大家是一種對稱的關係 我在講 所以 它是完全相反的 你上面思想的部分 所以我們不是說 我們不是說說教 唉 你要先上帝神 你才知道你什麼的 不 你從從材質上倒過來講 是一模一樣講法 只是觀念完全顛倒了 就材質的話是非思想的 非存有學的 非倫理學的 然後非最終目的 不是目的性的 這是非常好的 所以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呢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西洋哲學發展的話呢 常常有顛倒的想法 這個Jean Chenet 就是以前的這個法國很重要的 他的這個每次 他這個發明他自己的倫理學 人家是日行一善 他日行一惡 完全顛倒的 顛倒的價值每天坐牢 坐牢 他在過牢裡面疊那個 supermarket的那個袋子 然後就啪啪把自己的倫理學 全部一直寫在袋子裡頭 他有一天被沙特啊 被卡米歐他們發現了 他不得了 不得了 這個這個某一個超級市場傳出來的袋子裡面 有超級精彩的哲學 大家紛紛去那邊 就是買完東西 把蘋果趕快丟了 袋子趕快打開看 裡面哇很精彩 後來龐碧都總統特別是那裡 把他這個特色 因為他每天他終極啊 每天日行一惡 早上啊看到老太婆啊 走著走著啊 然後過去一個拐子把他發摔倒了 起步來了 啊啊終於啊 這樣最後最極致的一種展現 把一個人殺掉 這種這種 這種我們對我們這樣觀念來講的話 覺得很難想像 但是你如果你從這個 這個基督教這個背景 原來它是個系統 它是個上下對比的話 你非常好了解 因為哲學是沒有限制的 哲學最棒的一點是在思想中沒有限制的 我們這個課最棒一點就是說 我們可以顛覆火車轟趴 到底是好是壞的問題 這是我們最大的幸福 就我們這裡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對稱性的信頭 所以有這個概念以後呢 同學們可以非常好理解 就你在惡中看到了上帝的眼 你在上帝的本身 當然也看到上帝的部分 但是兩者是一樣的地位 柏拉圖就是這個意思 柏拉圖你在所有的惡行當中 看到理念的 你只要能看得到 就有理型的被造到的可能性 可是最極致的展現 跟最惡劣的展現 它一樣都是 為什麼 極致展現不代表全面的展現 惡的展現並不代表完全沒有理型 所以這個是 這種概念的話呢 是最重要的觀念 那麼西洋哲學 在這個部分的發展上 還有它存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 就是 基本上 它的這個體驗 是來自於個人的 沒有說教的 說教是制度化的精采 在哲學當中 它沒有說教 是你自己的感覺 你自己的感覺 不管你是 表現得多 欲潔兵心 多麼高雅善良 你總是有可能變得很低級的 很惡毒的 你總是有可能 你自己心裡明白 就是說 我們不用進一步講了 因為剛開始上課 但是我對這個部分 是非常有研究的 非常非常有研究的 我很小很小就注意到 這個對稱性 但是很少人從這個角度來看 但是這個對稱性的話呢 是我們心靈中的一種解脫 你知道是一種 真的是一種解脫 就是說 我自己心中有一套 我完全不受別人的約職 而且我陪你玩到底 我剛剛大言不慘講 我很少犯錯 我幾乎不犯錯 我幾乎是純粹理智的展現 就有個身體 我承認了 我偶爾看看APM 其他沒任何措施 好了 我也現在承認了 不是偶爾了 但是 但是什麼了 沒太大措施 又什麼了 這身體害的 不是我自己害的 就這樣子 好 那麼太醫呢 我都忘了這還有錄影 好 那麼這個太醫可以是一切發生的原因 它是目的的 所以 我剛剛介紹已經很清楚 我們可以講很快 就請大家注意 太醫的存在 並不代表它本身具有什麼優先性啊什麼的 只是說 並不代表它具有優先性 只是我們在介紹上的時候 上到下 其實我們可以下到上 也可以中間開始 從集體的靈魂開始 上面到達理智 下面到達個人的靈魂 這個大家都清楚的 然後呢 它是目的的 它是優先的 它是思考的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它在倫理學上呢 是一種 自我輻射 意思是說善的理念透過思考傳遞出對象 並不如善本身那麼豐富 在善的傳遞過程中 不因此而失去或減少的內容 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是說善 the idea of good 作為一個idea 的時候 它做表現的功能 作為從一個action 中 involves with the idea of good 它的這個 固的就像黃金一樣 柏拉圖就說過這個概念 固的像金一樣 你哪怕是一點金 跟一個金山 它的本質是一樣的 沒有改變的 沒有改變的 這個大家都可以理解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 我們西洋哲學史的這個努力呢 到現在呢可以充分的運用 因為它基本上 Platanus觀念就是具體的應用了柏拉圖的觀念 是這樣子 好 那麼另外的話呢 在所有的這個發展當中呢 到了第二個階段 就是理智 我們在介紹當中就是按照這個過程 所以大家很清楚 我再跟大家重新強調一遍 我們要介紹的地方是五個層級 太一 太一它的特性是 太一它的特性是 我們不能說它是什麼 我們只是透過理智的考量以後 發覺理智不可能是自身的 所以一定要假設一個東西 所以太一是被思考中所假設出來的 那麼 所以我在這邊會強調說 它是一個思考的副產品 我們自己沒有辦法說太一是什麼 我們必須要假設 就像我們不能夠說材質是什麼 我們必須要假設一個東西 是我們靈魂能夠運作的對象 我們也不能夠說身體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這個西洋哲學中一個傳統 我們不能夠知道上帝上 我們不能夠知道上帝是什麼 就像我們不知道物質的本身到底是什麼 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這都是很 都是超越我們理解的 我們說不出來什麼 但是我們可以說的內容當中 包含了我們能夠說的部分 這當然是廢話 但是在Permelidis 當中就講了 我們所有能說的地方 就是我們能夠說的部分 所以我們Able to say 跟我們是Actually what we have said 這是完全一樣的概念 幻人之身畫的就是形上學 所表現的東西 跟我們倫理學所表現的東西是一致的 好 那麼這個是我們可以知道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那麼理智跟太一呢 它基本上在四個結構上是一樣的 在倫理學上 在存有學上 在目的論上 在思考對象上是一樣的 但是有一點非常不一樣 有一點非常不一樣什麼呢 我們可以說理智是什麼 我們可以說這個intellect 我們可以說這個spirit是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非常具體的可以感覺到 我們在這個 在德性上 在德性上的話 我們可以說聖人的所作所為 對大家所產生的輻射性的影響 不是只有我們有聖人啊 每一個民族都有聖人啊 只要有人就有聖人啊 為什麼 大家可以想像有一個人 他的行為所產生的精神 這個精神籠罩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行為身上 我們見賢思奇 那最極廣 就是你可以見到的人 比如說我舉例了 不曉得有沒有人反對孔子是聖人啊 那我是認為孔子是聖人啊 那孔子聖人呢 他聖什麼東西呢 什麼也沒有 孔子聖了什麼 他教了 號稱教了三千個學生 發財的只有一個 然後呢就是說 後來搞得不錯的有七十二個 這個一般老師都是這樣子 他講的事情講一些道理 有的地方沒有合邏輯的 有的地方的話呢 是對自己明顯好的 有地方的話露出陰狠的一面 很少有大方的 對這個載我非常不公平 載我奏請罵得一塌糊塗 比我要嚴格多了 我從來不罵睡覺的學生 對不對 我就好多了 但他為什麼他聖人我不是聖人呢 我們說 他體現了價值 所以我們講孔子是聖人的時候 基本上在講神話 可是我們天天在講神話 我們以前還講民族救星了 那不是神話嗎 不是都一樣 所以說大家都會有一種道德上的楷模 所以說理智上是可以被描述的 還很具體的呈現 大家記不記得斯多噶哲學當中 stoic philosophy 強調道德上沒有展現極致的善的可能性 所以唯一的道德上的楷模 就是聖人的概念 theist 聖人是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聖人的關鍵不在於他是不是人 聖人的觀念在於他能不能夠達到神聖的地位 是這個樣子的一個觀念 所以呢 從這個解釋大家就知道了 這個 這個所謂的理智啊 所有的形象因素都是來自於太一 在存有學的話 精神是所有存有形式中最高的 這個最高的意思就是 他具有存有學的優先性 在我們所知的範圍內是最高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也是心靈思考的啊 決定了所有現在的原型 那麼這個呢 請大家注意這句話 因此我們如果能夠將太一跟精神 或者理智這兩種最高的狀態結合在一起 我們初步上可以看到兩個概念集結 共同構成了基督教自然神學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什麼叫做自然神學 神學是神學 為什麼自然神學 因為自然神學強調我們個人經驗延伸到超越經驗之間的關聯性 像我們前一陣子 這個在討論 我們在討論到自然經驗中 聊到拔杯 你們大陸來的聽懂不懂什麼叫拔杯 不知道 這個拔杯翻譯成國語怎麼翻譯 直角啊 這直角 聽起來更複雜 感覺讓它更複雜 對啦我知道了 你大概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呢 一陣一反叫急 兩陣兩反叫兇 大致上是這樣子 因為我不信這個 我為什麼不信呢 第一個機率太高了 不可貴 如果你七八個一起在一起 然後每一次站著 哇那個要把幾千次才會出一次 那個哇 就有神蹟叫Miracle 二分之一 對不對 而且也不管 這個機率很高 然後 民間信仰 對此深信不疑 這個呢 就不叫自然神學 這個叫做這種 就是沒有什麼根據 就是你信這個 大家講起來也會相信 你不會拿你人生的致命的關鍵 壓在這個拔杯的時候說 所以現在到底要讀 你要讀 你要讀台大還是讀哈佛 先拔杯 拔完以後說 要你去讀台灣科技大學 那你好像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出現這種奇怪的想法 所以 好 那麼這個就 不是 這個連神學都成不上了 迷信 沒有任何的這個經驗上的基礎 自然神學什麼 自然神學呢 是目前為止呢 自然神學有一個很大的引發力量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傳統 從奧古斯丁開始的話呢 他們會認為說 像那個很多那個哲學家 像巴斯卡最有名 I believe it only because it is absurd 就是這種觀念就是說 理智 是有限制的 是有限制的 意思也就是告訴我們說 理性是有限制的 但是理性 對我們產生約制的同時 我們有極度的想超越理性的欲望 這種渴求 每個人都有這種經驗嘛 每個人都有經驗啊 對不對 我們理性告訴你 你應該要好好讀書 女生的話呢 要懂得相夫交子 我講的話大家不要罵我 這個是 我可以講理由給你聽 男生的話呢 要懂得如何呢 面對未來的挑戰 要有堅強的意志 上戰場 一旦被別人侵略的時候呢 要投筆從容 投筆從容很少的時候 大家都當華姆蘭啊 對不對 總是有幾個張飛吧 所以呢 這個感覺上呢 這個性別上你 雖然否認這個性別 但一旦打仗的時候 這個責任靠誰 所以呢 但大家會覺得說 那是你的想法 或者大家共同的想法 這個想法錯誤的 是傳統的想法 是錯誤的 我們要顛覆它 我們人類發展的歷史 就是不斷透過顛覆傳統 追求自由的過程 黑格爾講的 不是我講的 所以人就是一直不斷講 你的理智 你的理性 是你講的講法 你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限制我的行為 我的行為本身是來自於 我的思想的根源 不受限制 所以這種不斷不斷不斷突破的感覺 的話 理性我們想追求理性的突破 那麼理性整體 被突破的可能性 就是進入一種超自然的境界 非常好理解 道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更不要說存有權 好 所以呢 基督教哲學應用了這個 Plotinus 的觀念 唯一的差別呢 就是說 他們沒有創造 跟被創造的概念 那上帝呢 是一個具體的有位格 上帝是一個位格 這個 這是一個差別 對 好 那第三個話就是基督教重要觀念 就是靈魂了 靈魂的話呢 就是 雖然不與它一結合 但是包含許多層面的相似性 我們講過靈魂有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集體的靈魂 第二個層面 我個人的 個體的靈魂 第三個 靈魂獨立存在的狀態 這三個不同的層面 就是說 這個一個就是我個人的靈魂 我個人的靈魂是看得出來的 就說我們現在 我去年呢 我去年這個 在 在義大利的時候跟一些哲學家在聊天的時候 我發覺很有意思一件事情 也跟我們課程中也非常相關 那個時候我們在一起啊 你知道這個哲學家跟人家都一樣 背後都說人家壞話 但我們比較高級 我們說一整個國家的人壞話 不是啦 他就聊到英國人 British 這裡拜託沒有英國人啊 如果有的話 這個是steoretical images doesn't really mean anything at all 好 那他們就說 他們說 他們在英國的經驗 因為我也去過英國什麼的聊天 英國人非常 pragmatic 所以有一個義大利人 就是義大利人非常熱情的義大利人 西西里人 然後剛好那天我們又在西西里 面對著西西里的海岸 然後喝著這個純正的西西里咖啡 非常享受 然後大家都是戴著太陽眼鏡 在裡面躺著講說 有一個義大人就講說 他叫 算了不重要 他就跟我說 他說 I wonder if the British got a soul 翻譯成中文就說 我有時候 就我們聊了很多啦 You know London the people just 講講講講 他說 我有時候在想 因為他住英國嘛 我一直在想 英國人到底有沒有靈魂 我一聽以後呢 就覺得 非常非常 exciting statement 我就說 What do you mean by soul 對不對 What do you mean by soul 他說 Soul means something beyond your rational judgment something beyo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s and ends 就是說 這個非常好 這個解釋真的非常好 所以跟著哲學家在聊天 不但是內容豐富 他的表達方式都非常優美 就是說 所謂的靈魂 就是超越你理性判斷的可能性的同時 總是有一些東西不能夠侷限在手段跟目的的關係之中 多好 翻譯成中文都非常好 對不對 你用來講 講有沒有靈魂 你要講愛情也一樣啊 對不對 Love is crazy What do you mean by being crazy You know As long as you have a soul You should be crazy sometimes 多好 很優美吧 所以呢 我的重點是告訴大家 我們可以感覺得到 你可以理解我講那句話 就是說sometimes 就是說beyond rational judgment 這件事情 對很多人來講不容易 但是你有沒有這種欲望 想要超越它 當然有啊 你怎麼不能說沒有吧 對不對 你說我就說 I want to be irrational entire my life You are not very rational you know as long as you say that 對不對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你可以感覺到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精密的計算的 是 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我們完全可以感覺到 但是對我來講重點什麼呢 重點是 Come on we do have a soul 我們就是有靈魂的 你聽得懂就表示你什麼呢 你的靈魂在接收我的訊息 你可能心裡覺得 因為我們很多同學講的 那傢伙只會臭蓋 根本不講 禮拜三早上跟傳教一樣 是 我在傳這個教 我們就是有個靈魂 這個靈魂你不一定叫它靈魂 就是你感覺到這個東西在對不對 你可以了解到這個東西在 你可以感覺到啊對不對 你現在有一個人他講說 我任何事情一定是 只要是對我好的 經過合理的計算 華善我就做 不華善我死也不做 這種人聽完以後你能交朋友嗎 你說 You can be a good friend of making money but you don't have a soul 對不對 你會覺得這種人有靈魂嗎 你會覺得嗎 這很不好 但你有沒有見過這種人 我告訴你天天都是 為什麼 因為他們來講手段跟目的的結合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話呢 那所以啊 我要證明什麼呢 我要證明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真正的集體的靈魂 跟這個靈魂獨立的存在中間的那個部分 是我們的靈魂跟我們身體結合在一起發揮的功能 我們一切從這裡開始 對不對 我們一切從這裡開始 就是說 我 我 我不相信我們看到哪一個人說 老師你錯了 我就是一個沒有靈魂的人 我不相信有哪一個人會講這種話 即使他behave 他那種茫然的眼神透露出他似乎是一個沒有靈魂的人 我也認為這個靈魂可以召喚的回來 好像在傳教喔 真的很像嘛 改了 對不對 是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們唯一真正知道就是 我是問大家自己的感覺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講說你要帶有懷疑的精神 這時候你可以拍桌子大聲起來說 我就沒有靈魂怎麼樣 你要講說我根本懶得理你 你一個人有靈魂我們其他都沒有靈魂都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你聽得懂 而且你會不但聽得懂而已 你知道我講的是對的 你知道我講的是對的 我非常有把握知道我是對的 而且還有那個氛圍啊 我剛剛說我在哪裡聽到這句話 西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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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對不對 啊 Gonestero Italiano 對不對 啊 這個 感覺上啊 非常relax 那講完以後呢 吸而不虐非常精準 所以呢 我講到了我的目的 如果你這部分完全理解 你就知道我們的身體跟靈魂 告訴我們非常多的訊息 就我們稱之它為靈魂 有人叫精神啊 有人叫心靈啊 有人叫心智 whatever 但是這個東西它對你來講 有主宰的力量 它引導你 你也理解 所以呢 你會接下來講說 我如果死了以後 我這種精神力量還存不存在 存在的啊 獨立存在的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的Gritish是亂講啊 但是世人就應該知道 理性的限制不是我們的所有 而手段跟目的的條件 對任何人來講 是 是羞辱 是羞辱啊 如果你的最好的朋友 如果你的好朋友 跟你講 你們發生吵架了 你跟他很激動講說 你如果現在這麼討厭我 你為什麼當年說愛我 如果他的答案是 如果他還有答案 這個到這種緊要時刻應該沒有答案的 就賴過就算了 但他如果有答案 他說你那時候對我很有用 現在沒有用了 你聽我講 你無地自容 沒辦法 你講說真的 你不曉得該怎麼形容 為什麼 因為超越了理性上的理解 為什麼 我把你當成工具 你只好把我當成工具 工具的話用爛了當然就丟掉啊 對不對 就像我講的那個 考試用的這個參考書 哪有人會珍惜的 對不對 但是聖經啊 或者說是 理想國啊 當然是永遠在 就是說你要丟破爛的時候講說 我們這樣講好了 爸爸這裡有這個理想國跟這個高中數學指南 還有英文指導 那個 哪一個應該先丟掉 我沒讀過書的話呢 我就問一下 哪本書對你比較有用 當然是參考書有用啊 那現在呢 現在沒有用了 事情考完了 那柏拉圖那個從來沒讀過 不曉得有沒有用 那兩本一起丟掉 對不對 這個感覺上很遺憾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我們的靈魂告訴我們說 東西不一樣啊 對不對 好 那這樣子的話大家就可以了解了 靈魂包含個人靈魂層面 這個靈魂層面的話 跟普遍的靈魂交往 他是 這個個人靈魂普遍靈魂的結合關係 使得Plotinus 靈魂不滅的觀點 能夠向下發展成為個人靈魂 向上則為普遍靈魂 靈魂可以獨立存在 有個人跟普遍兩種可能性 所以我們這是 按照我們這個請大家 其實說良心話 我 我在這個用PPT上課以前 我都是拿著粉筆在K板上 我就畫一個表格 講這個 這個對稱的關係 所以我 我給大家看過這個表格 大家也知道 好 那麼向下發展靈魂來自於一個想要分享善的理念的欲望 即使最低層次的存有 也會有這種分享善理念的欲望 就會說 我們會有 我們會有個欲望就是share share這個 靈魂會主導share這個關係 分享這個 好 那麼材質的部分 材質的部分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不多說了 就是這樣子 各位存在著形式基礎 好 那麼 太一史的形式存在成為可能的原則是有限的 一個事物離太一越遙遠所包含的形式與存在越少 太一產生形式與存在原則必然會有終點 此原則的存在也是必須的 因此我們可以推理 材質的存在也是必須的 這是一個必須存在的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對稱的關係 這個對稱關係呢 讓大家可以非常好理解 那麼這個 所以材質就像缺乏形式與存在的物質是惡 也就是缺乏善的物質 所以材質本身就是真實而言就是不存在 好 好 那麼我把前面的四點講 跟大家重複一下 我們有五個概念 太一 理智 靈魂 個人的靈魂 材質 那靈魂扮演的是形式的角色 那個人的靈魂在中間 這個集體的靈魂 集體靈魂向下變成個人靈魂 向上變成理智 集體的 我剛剛講了 這個 這個 在學識上 這個 理智所展現的就是客觀的知識 在道德上 就是一種極高的善的展現 那麼在這種正義的發揚上來講 每一個人的話就是 每一個人 沒有人被教過正義的概念 可是我們天生具有正義感 每個人都可以理解這正義感 最基本的 這個自然的情感所展現的正義 所以這些呢 就是告訴我們 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這些觀念呢 集結起來呢 就可以達到第五點就是說 一種向上性 這個向上追求的感覺 我覺得是一種很重要的性質 就是 任何的事物放在一起 太一到matter one到matter之間 太一跟材質之間的關係 人 對於事物的理解 系統的理解 它是有不同的關係 可是你對於向上發展的可能性 是很明顯的 太一以輻射的方式由上而下 提供形式與存在 人的生命就是對於向上追求的渴望 這種向上性就是一個人努力的方向 透過反思 人能夠了解這種努力的方向 同時也是這種努力的邀請 就是這個水往低速流 人往高處爬 那麽這種觀念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種想法 這是一個這種向性 這種向性的存在 不排除有不這樣做的可能性 但是 這樣子向上發展 是一個整個結構當中的很重要的觀念 所以呢 靈魂跟肉體的結合 對於靈魂人類這不是自然的展示 因為靈魂總是導致痛苦恐懼死亡 肉體中尋找存在的目的 是這個理由 就是說 每一個人 都會覺得 其實這個講起來啊 我自己也很質疑啦 這跟年齡歲月有關 我碰到年輕人啊 他們都會嘴巴硬得很 都相信生命是美好的 還流行就很好 生命就應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胡說八道 這個 這個每一個人啊 這個都會年輕一兩次 就跟這個年輕同學上這個課 這個講起來啊 這個將來啊 我們希望我們二十年 二十五年三十年後再開一次同學會啊 這個意義就不一樣 三十年後開會啊 就不用我上課了 你們每一個人敘述一下自己 這三十年的心路發展 大概就跟這個內容是一樣 現在當然就是 越 越亂越好啊 這個 越沒次序越好 Chaos means everything 非常喜歡 寫在T-shirt 上 亂就是我唯一的原則 就是 這是常常的 而這樣子的話呢 主要的觀念就是 我們很多人 對於自己的這個 因為肉體而產生的限制不滿意 所以要追求一種突破的可能 這個突破的可能又受到了自然的限制 所以這種突破呢 就產生了一種 生命就是一個進化的過程 就是 就是說 你看這個我們講到十多個哲學 講到一比九路哲學 生命就是一個進化的過程 所有的宗教都會強調這個purification的這個過程 所以這也不足為奇 就是要向上性 我最後一點就是說 向上性的觀念啊 是來自於人 我剛剛開始也講過了 我們人有三個部份 我們人有 身體 靈魂跟理智 身體當然沒有話講 我們看得到的 靈魂我剛剛證明過了 我們每個人都有靈魂 理智就是說 我們會有一種集體的認知的結果 集體的認知結果 卡普普說我們圖書館裡面存在的客觀知識 就是這種集體認知的結果 那麼 這三個部份對應三種不同的概念 大家可以在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身體是感官 我們的靈魂提供我們理性 然後我們的直覺 我們的intuition 我們的直覺這種覺識 我們身體給我們的感覺是非常強烈的 我們都知道它要什麼 關鍵是我們能不能夠隨時滿足它 然後我們的理性的話呢 經常要求我們做一些合乎理性做的原則 可是我們還會覺得說它不夠 剛剛我也證明了 我們對於理性的判斷 覺得它不夠 我們直覺上 可是我們直覺是最vague 最含糊的 我們直覺告訴我們非常多的事情 那直覺重不重要呢 直覺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總是 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我們直覺重不重要 這個例子 因為很多人說 如果你不能夠清楚說出來 你的直覺是什麼 那你說出來也等於沒說 你錯了 因為我們對於直覺的感覺 我們通常講說 我們通常講說 我依稀彷彿冥冥冥之中感覺上 這些觀念講出來的東西往往是我們的直覺 這些東西這種感覺 其實它是有依據的 不是沒有依據的 只是你說出來以後你沒辦法 充分的在理性基礎上證明它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直覺 這個直覺會引導你做事情的下一步的準備 我跟大家講一個具體的例子 這幾天呢 雖然很累啊 講話很多 但是做了很豐富的討論 這個 說實在話 我們讀哲學的人 我們在台灣當哲學家 是個最奇怪的一個機運 你們不能理解 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 我們感覺到中國不存在 我們覺得我們是中國 那時候美國人叫我們自由中國 我們從來不提自由 就是中國中國 我到現在 在這個identity 上來講也很 跟很多人都不一樣 沒有經歷過這個事情 很多人 我第一次在比利時留學碰到 大陸派出來的這個82年第一批這個 出來的這個研究生的時候 我對他們講的第一句話說 你們怎麼看起來好像中國人 他們四個人嚇了一跳 其中包含後來的北大哲學系系主人 他說 我們本來就是中國人 怎麼還看起來像中國人 我說真的抱歉沒見過 不曉得是這個 我講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啊 在讀哲學選擇這行的時候 胸懷壯志啊 胸懷壯志 因為我們全世界要中國只有我們啊 因為你們都關了大門非常感謝 我這個時候我到了韶山特別 只感謝這一點 就你大門關了三十年 給我們充分準備機會 所有的在台灣畢業學生 學文的就到美國教中文 學理工的話就是搞火箭大炮飛彈 那就更好了 就基本上沒有問題的 所以大家口氣都大得不得了 這種視野已經交習了好長一段時間了 就等到大家覺得這三十年來突然發覺 既然有你們在當中 我們就不要再演這個戲了 我們就回去演我們自己的地方戲了 再也不唱 我們本來叫平劇 現在不用唱了 現在改成歌仔戲了 我講這話意思是說 我這天有機會大家聊到 這個整個哲學發展的方向感到底是什麼 我們對於這個方向感啊 這三個字啊 大家非常異常的這個有認同感 就說沒有方向感啊 那我們現在上這個課 學生們也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感覺上也是沒有力氣 那你看我本身啊在直覺當中啊 我就告訴我自己好多觀點 我說第一方向感一定要有 第二呢方向感呢不是一觸可及 慢慢來 每一件是每一件事情呢 累積出來共同結果 然後第三件事情 這個方向感呢 一定要有一點大膽 一開始就不能有把握 就點出這個方向感 不能夠說經過綜合判斷理性分析 還經過統計計算以後這樣子做沒錯 來不及了 根本沒感覺而且沒熱情了 任何事情經過這個 所以這種直覺事情呢 它存在而且呢是一種很 需要一點passion 這真的有一點熱情 沒有這個熱情 不會使得信念有力量 沒有力量的信念 等於是一種自我的教條 你只能夠滿足你自己 這個熱情呢才有感染力 但是我們這個 這個個人來講這六點當中呢 是讓我們呢是人跟神聖能夠結合 這種思考的結果 是人跟神聖精神結合的這個可能性 這樣子的理解主要目的是對於 Polotinus 而言呢 思想存在於位格之外 就是說我們沒有像基督教那樣 把神當成一個位格看待的可能性 但是我們思想可以貫傳這一切 我希望我在這個一小時當中呢 是做了很多說明啦 好那也希望這樣子這個說明 對大家的理解有幫助 我重複強調一件事情 第一 大家要帶著懷疑的眼光看我講過的每一句話 第二 如果你從頭到尾沒有任何懷疑可言 如果你不是虛無主義分子 那你就要做好透過熱情 對待我們的直覺所引發出來的 輻射性的感染力 會出現的一種結果 必然是相當神秘的經驗 必然是相當神秘的經驗 就在你我面前 我可以敢說這句話 沒有把神秘的經驗說出來 是沒有辦法進一步跨到基督教哲學的 所以我相信我做了很好的準備 從這個休息十分鐘後 我們就進入神秘的世界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東西 跟我剛剛前面講的 我今天開頭講的話 跟我後面要講的話 都是預先排演好的 這個聽起來是好像很順 其實是有 其實是有準備的啦 不要大家產生錯覺 講得很順好像 抓到麥克風就唱歌那味道啊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是 要講到奧古斯丁的地方 那大家把先前講的部分 我叫大家採取一個比較懷疑的態度 有同學懷疑 有同學懷疑 懷疑我們大概做了一個還不錯的溝通了 做溝通 但我 我只講一個觀念做為一開始 我很大膽的告訴大家 相信宗教哲學的可能性 不要聽我講 不要聽 相信你自己的感覺 相信你自己的感覺 我講這個話 不是說什麼大家都大啦 我不是講這種話的人 我是說你如果 除了你的自己感覺以外 沒有任何東西能夠說服你 沒有任何東西能說服你 我說一句天地良心一句話 我現在整個人生觀改變 我以前告訴 到處告訴人家哲學有用 我現在連這句話都不講了 我不講了 讓你自己告訴你自己 我們這個 但是我必須坦白說 一個大學中沒有哲學的教育 所以我自己心裡很痛心啊 我非常痛心 因為我曾經做過很多嘗試啊 通識教育啊什麼 參加過學校各式各樣的 那我發覺整體來講 有一種結構性的問題 這個結構問題的話其實 我們社會普遍在瓦解了一種 宗教精神的過程當中 沒有準備好活在一個沒有精神的生活裡頭 沒有做好準備 就不知道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任何東西 沒有這一部分就是很茫然的 我以前的母校 沒有通識教育的課 但是我們在魯文大學就是哲學必修 哲學必修它只有一個目的 什麼目的呢 就是非常懂得善用原來宗教環境下 讓什麼呢 讓哲學的思考變成學校 大家沒有意義 沒有不同意見的共同科目 因為只有哲學教育 可以把這一部分的精神力量交出來 只有哲學教育能做到 否則的話要不然的話就是 要不然的話就是大家集體 把這個 對不起喔 就是把茅雨露插在身上 這也是一種精神力量 其他的話來說 自由自在的想出精神力量不可能 不可能 那沒有精神力量的結果呢 就是呢 好的結果就是這個場面 那壞的結果呢 是早上八點鐘的那個佛學場面 那我完全不能想像 我問你去了沒有 他去了感覺怎麼樣 還可以 然後聽了我就知道一切了 好 所以 我們這個就 來看到這個結論的部分 兩件事情要注意 就說 太一作為一切事物起源的理念 那麼當然的話呢 跟這個 在柏拉圖系統當中呢 那麼這個 這個位格的考量下是不一樣的 這是第一個 就我想我就說過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 沒有任何超自然的觀念 我非常強調這一點 就說Plotinus 的Neoplatonism 中 我沒有運用到任何超自然的觀念 我沒有 我自己本身的話呢 為了 每一年下學期為了上這個課 我都壓抑住我那個 狂熱的宗教心理 做了很多很多的這個 異教徒的這種想法 告訴大家說 我從這個角度想 我沒有 沒有接受任何超自然的概念 那麼 Plotinus 的哲學呢 有它自己獨特的特性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中世紀哲學基本上採用了這一套系統 事實上我認為呢 這一套系統呢 如果講得清楚 任何個時代都應該有一點這個系統 所以我剛剛前面提到Civil Religion的那個概念 大家可以進一步的去了解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新柏拉圖主義提供了所有哲學概念的全員 而且系統化了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的思想 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的系統化 是在這個Plotinus 的手中做成的 而且延續到後來奧古斯丁中世紀哲學家思考的方向 有方向感 另外的話呢就是說 為神學家提供了表現基督教最佳的神學系統 在很寬廣的程度上 也提供了神秘的主義 所以這三件事情 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呢 新柏拉圖主義在發展中 世紀哲學的真正角色 並不是沒有爭議的 為什麼有爭議呢 因為它有些基本概念 一個宗教的它有超自然的現象啊 創造的概念啊 神學的理念啊 奇蹟啊 教條啊 甚至於沉迷主義啊 這個這個新柏拉圖主義呢 並沒有提供了很 就是說非常 畢竟他們是不一樣的 沒有提供了很重要的說明 斯凱你每次都當炮灰吧 炮灰 為大家這個提供一些思考的全員 我還是想要問剛剛那個東西 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對我們就是說過渡一下 這是我把這個 就是那個measure 如果純粹只有measure的話 沒有一個穿造車 或是一個思考車 那measure怎麼會是一個惡的 惡的來源 對就是惡的來源 然後還有那個就是 就是如果說 如果說純粹只有matter 然後沒有沒有參造者 那matter如果不能稱作惡的來源 那我認為惡的來源就會是mind 或者是spirit 嗯 惡是我們捏造出來的 捏造出來 那這個 造出來的 講捏造好像貶義的 造出來製造出來的 沒有惡的東西 所以我們製造出來的 那 惡是我們製造出來的 是是製造出來的 但是就是一定要有一個mind 或是一個心理才能夠感受到這個惡 沒有mind的話呢 我們世界根本不存在 就遑論惡 可是他提出這樣的系統 人目的到底是什麼 雖然直覺上我們會覺得 要有真理才會不會太遠 或是 或是要理智才會思索到有一個製造的存在 可是為什麼要做出這個區分 他的陰謀到底是什麼 對陰謀到底是什麼 好 首先 Pretonus的陰謀是什麼我不知道了 這要問他了 但是我把這幾個問題稍微合起來解釋一下 我先講一個比較大的範圍 我承認知凱問的問題非常好 整個基督教哲學最大的兩個問題 就兩個存在性的問題 兩個存有學問題 第一個是神第二個是惡 惡哪來的 因為這兩個概念有矛盾的你知道嗎 這兩個概念有矛盾 就是說如果神是一個位格 祂能夠愛我們的話 祂幹嘛創造惡 是非常好理解 所以大家長期都要是回答這個問題 惡哪來的 像這個 希臘哲學的話 對這個討論也是很重要的 惡哪來的 從蘇格拉底 你還記得蘇格拉底什麼看法嗎 認識不足 知識能力不足是惡的來源 惡是假的 Aklasia 意志不堅不可能的 你知識夠了你就意志堅定了 這個觀念 每一個希臘哲學發展成果 因為這個問題是核心問題 所以第一個我就告訴大家說 這問題很好 原因是說 我們確實有必要回答這個問題 有必要回答問題 因為呢 它連續到你所提到的下面三個方面 第一個 第一個你為什麼知道說 材質就是代表惡 然後呢 然後這個惡的部分呢 就是能夠被解釋 被理解 被說成是有這個向性 有向上性 好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你就提到講說 如果這一切是不是都來自於我們的心靈 那真正惡的原因是不是心靈 心靈有惡的想法 所以這個我們也要在存有學上有個優先性要做突破 否則的話呢 講說心靈是世界 就是像我們講說 整個一切世界都是我們心靈所勾化的 那就無所謂惡跟善的問題 對不對 好像說人的心靈才是唯一的主宰 那比如說造德成這樣 不必假設萬 就是 intellect 就可以決定一切了 就事實上 intellect 但是你就不用有一個系統表 你就是 intellect 是一切 其他什麼都沒有 就這樣子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在先蘇哲學 有人是這樣想法的 也有這樣想法 那第三個強調就是說 這樣子的話呢 有沒有什麼目的性 整體而言有沒有什麼目的性 我回答一下 這個也是非常長久 就是perennial problems trice questions 永遠不會消失的問題 我們首先呢 我先跟大家強調第一點 這個惡跟善的概念 本身不是一種勸人向善 善 就是勸人不要包藏禍心 不要做惡事 不是那個宗教上的意涵 這是一種 存有學中 就是說我們討論這種問題 那麼當然呢 我必須強調 這裡頭是首先第一點 matter 代表惡 the one 代表善 這個代表性 是完完全全進一步在存有學中 就是說因為知道有善跟惡的區別 然後善的極致跟惡的極致的表現在這裡 那這當然也是你的問題 就是善跟惡的區別怎麼來的 這個由來呢是第一 柏拉圖的觀念中 一個核心觀念 靈魂跟身體的結合 就重要性 不單純是說 不單純是說 我們賦予靈魂比較高的價值 貶抑身體的價值 就說明善惡 不是 而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個經驗 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是靈魂跟身體的結合 每一個人都知道 我現在講得很清楚就是說 我把它講成一步步的推論 如果大家有不同意的話呢 就趕快提出來 就是說每一個人 在座的每一個人 都是靈魂跟身體的結合 沒有人會反對 因為這個你有你的一個精神層次嘛 你有一個理性層次 然後每一個人在這個觀念當中呢 會發覺呢 我的理性的這個層面 是完完全全存形式的層面 我們剛剛討論到 我們理性層面的存在的價值 是什麼 數學的能力 我們上課 講柏拉圖要非常強調數學能力 就是說數學本身 數學是沒有善惡的 數學本身沒有善惡的 我們剛剛聊到說原子彈什麼 原子彈一旦變成 在什麼情況下 原子彈就有惡的可能性 一旦具體實現了 跟材質結合了 這個理念跟材質結合 做出原子彈來 他就有可能是有善惡 用在誰的頭上 為什麼一定有善惡的這個念頭呢 我告訴你 像剛好另外一個同學講說 用原子彈來炸日本人是一個善的 好 好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你雖然說 用原子彈 用原子彈炸什麼人 都會怎麼樣 都會有善惡的概念 說該被炸的人 比如說美國拿原子彈炸了這個 我們不要講俄國 太危險 遲早會炸到我們頭上 美國用了這個原子彈炸了這個 伊拉克人 伊拉克人倒楣啊 不能 哪一個人該被炸的 哪一種人該被炸的 日本人好了 大概想不出第二種人 我想不出來 你想得出來嗎 你想得出來嗎 沒有人想得出來 好 美國用原子彈炸了日本人 炸的好 炸的好不好 炸的好不好 我告訴你 對於這個問題 我小時候答案是炸的好 長大後呢 越長越想說炸的呢 變成炸的不太好 現在變成誰被炸誰都不好 廢話 最後當然是這樣子 誰被原子彈炸到誰會好 但是我們現在把我們跳躍一個層級 原子彈本身在做理念的時候沒有善惡數學 變成原子彈以後呢一定牽涉到善惡 為什麼 誰被炸誰都是覺得不好 廢話 對不對 美國人說一不小心做到一半自己爆開了 炸到自己頭上 也不好啊 就是你一開始完全不做它不沒事嗎 現在前一陣子討論到說那個 病毒跟H1N1跟H1N5什麼那個 那個黑龍江有一個那個 還在Science發表一篇文章 就把病毒融合在一起 就了解人跟人傳人的這個基因的這個次序 那個很多這個各國的科學家譴責說 做這種實驗太危險了 他做完了以後 把這個病毒透過人為方法結合 人家就說了這個理念 這個理念很簡單啊 對不對 H1N1你排列組合每個人都會啊 我為什麼沒學過生物 H1N1 H1N2 H2N1三個合在一起 變成H5N5 這個很簡單啊對不對 你就瞎扯可以啊 對不對 這個你純粹理念的時候 我這邊瞎扯沒有善惡啊 好笑而已啊 可是一旦做出來又不得了啊 一旦做出來又不得了啊 就像人家講說那個像什麼和能場啊 和能場本身作為數學的沒理念啊 一旦結合起來做出來又不得了 所以 所以這是什麼呢 這就又符合了我們個人的經驗 我再回答志凱問題 就是說 有一件事情 他在純粹理念的時候他不會有善惡的問題 什麼情況下會出現善惡 你說 你說 要考慮之後 你看你就不敢說 你說看什麼情況下會出現善惡的問題 我幫你說好了 跟材質結合的時候才會出現善惡的問題 對不對 對不對 好那你現在的問題是說 沒有人哪來的跟材質結合的機會 你這個問題就非常矛盾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不是自己造出來的啊 你不是自己造自己的 你就是一個 你就是一個靈魂跟材質結合的具體的例子 你是自己造出來的嗎 可是如果不考慮這個 考慮時候他自己就是 靈魂跟材質結合的話 只考慮那些object 只有形式的 跟只有 更只有matter的 跟有一些聚合的 那看得出來就 假如說原子彈是 就是說形式跟材質結合好了 那擺在那邊其實 我們排除到其他的就是觀察者 就只有一個觀察者 那個觀察者就是中立的 我們也不看他的觀察者是什麼樣子 就看那個原子彈 就拿來善惡 就是 原子彈擺在沙漠裡面 或是擺在江南 都沒關係 可是那個善惡到底在哪裡 一定要有考慮者 好 使原子彈成為可能的理念 是哪一個人的 讓我們說愛因斯坦的好了 我們從 假如說我這個原子彈的form 從理型界抓下來 這個形式 理型界抓下來的 我還沒那麼遙遠 理型界抓下來 你不但進入理型界 還可以抓這些東西下來 這是假想說 雲端科技可以download 可以download理型 是不是 純形式跟matter的結合嗎 對啊 那假設這樣 你這樣會不會太超過了 你這樣變成宗教課了 有一個 有個理型界 理型界可以抓原子彈的理念下來 這樣說 我們訴諸一個就是箱子論證 好 假設有一個箱子 你把matter放進去 用搖的 搖它有幾千萬年 他在某個隨機的情況下 把它搖成原子彈 好 你這個例子就夠了 你這已經說出來了你的問題 跟我想法是一致的 因為你說這個箱子誰在搖 你搖還是我搖 反正只要有搖就夠了 不是你 自己在搖 吹了也有可能搖啊 颱風吹了或是什麼各種 對誰讓颱風來吹這個箱子 讓這個箱子搖了幾千年 誰誰 就是 是 有沒有一個力量是 有沒有一個mover 它本身不動 但是箱子跟著在動 有可能就是matter世界裡面的效應 effect而已 你承認 你不但有理型的世界 現在還有matter的世界 對 好 material world大家記得 我們有 我們有這個 ideal world 這個material world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中學者插一個人讓他 就是有這個 the sensible world 對不對 the perceptible world 對不對 好 那你注意到沒有 你一直想說有個力量使得它會 你一定要強調說有一個獨立的 mind quite讓matter成為有被跟靈魂結合 被具體或被形式結合成為一個具體的事物的可能性 對不對 你在強調這個 然後這個力量是使得一切成為可能的關鍵對不對 是不是你在強調這個 不要講好了 就說有一個獨立的心靈 這個獨立的心靈 讓這個matter有機會跟形式結合成為一個具體的事物 你現在的問題是問這個具體的心靈是什麼 對不對 沒有我是問說 matter跟形式可以藉由剛剛像那樣搖箱子或是颱風的作用 但是如果說這個matter想要有 就是如果說這個matter是有關於善惡的 那必然是這個心靈 一定要取決於這個心靈 如果不加入這個心靈的話 這個善惡是沒有問題的 好 這個心靈 這個心靈不會是你也不會是我吧 讓我們說這個心靈叫做 你準備好 讓我們說這個心靈是上帝 我實在是不願意講這句話 因為這樣很迷信你知道嗎 我是上理性的課 不是在上宗教課 但是你已經講出這塊了對不對 可是因為這個心靈可以是不特定的 當然不特定它是個整體 代表理智的整體 在德萬之下 原子彈的話是客觀知識 客觀知識的話是active intellect的部分 這是亞里斯多德的觀點 所以說上帝這個東西不是德萬 他是集體的心靈這樣子 那就是比萬還第一層叫理智的結合 所以我們的神學的話呢 就是按照Platonius的 新柏拉圖主義會出現自然神學 就像你這樣講的一樣 你完全可以理解啊 其實你等於是把我這以前上課內容 做了一個非常 非常有趣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這個世界是有一個心靈搖出來的 但我不會用搖這個字 因為我覺得搖聽起來有一點 有點像柚子圓課程的感覺 對不對 但我覺得你這個動詞很好喔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所以你這個這只是第一個部分 這個第二部分我們連帶解決 就是說這個心靈這個是 這有它有個秩序的嘛 你知道叫它心靈是因為它有個秩序的嗎 它不是亂搖啊 所以我們搖一輩子永遠 永遠搖不出那個matter跟那個form的結合 那個就亂搖對不對 它有個秩序 matter跟form會結合嘛 那這話呢 那就講說它如果不結合的時候呢 是不是就不會出現這個結合後的結果 讓我們稱結合後的結果叫有可能是惡 那純粹的狀態的話我們叫這種純化的過程 有可能是善 用善惡的 用兩個中立字來分 就一個不好的 所以我本來想跟你講說 undesirable and desirable 因為你本來可以不把它搖在一起 現在你把它搖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兩種搖在一起的話呢 就是讓那個 讓那個事物存在matter跟form的結合 會出現我們意想不到的結果對不對 本來是完全純粹的狀態 就沒有什麼這個結果 是不是 讓我們說不發生任何事情 這個情況下就是連帶的沒有惡 對不對 只剩下什麼 只剩下有產生秩序的可能性 這個potentiality 讓 那你講到最後一部分說 這個這個論證已經非常清楚了 就是說沒有惡的可能性 就是無惡的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有秩序的環境 就是有秩序的 也是無惡的 那我們說無惡的環境是善 善跟惡 你讀過slogue 善跟惡是完全背離的 不一樣的東西啊 無惡的社會就是善的社會 所以這個善的出現是什麼 是一個ontological的討論的結果 不是誰說這樣叫我 我沒有說教啊 我甚至還講你還可以倒過來想 也是這個結果 對不對 因為你這個秩序 這個order 你只要相信有這個秩序 就比沒秩序要好啊 對不對 因為 因為甚至於我現在講更強調一個更關鍵 現在柏拉圖式概念 就是惡 惡本身也是這個秩序中的一部分啊 同學 惡也是這個秩序中的一部分啊 所以大家才會在基督教神言中出現這個問題 到底有惡又有神的存在 這今天是個大問題啊 你整個中世紀哲學都在證明上帝存在之後 為什麼惡也跟著存在 難道上帝在跟我們開玩笑 萊布尼茨最有名的 If this word existed that must be one of the all possible best word one of the all best words 為什麼他提這個論證 就上帝不可能一方面知道秩序又很心胸狹窄 就是故意跟你製造 跟你套小鞋穿啊 一個純粹的心靈不可能幹這種事情啊 只有最好的世界沒有差一點的世界 這在邏輯上推論的結果啊 是不是 這個不是太難的地方 但是他問得非常好 也讓我自己搞得比較清楚一點